大家好 我的鐘排了一分鐘 那是時間應該已經到了 看到好多人都已經來了 很歡迎大家能夠來到民族所的 我們這個是叫做宗教生活實踐研究群 今天有看到很多的老朋友 也看到更多的新朋友 所以大家對這個題目都很有興趣 我們很高興能夠歡迎劉怡寧博士 我就很簡單的介紹她 她是台大社會學的博士 她的博士論文在去年有得到 台灣宗教學會的蔡燕仁的學術獎助的獎 她目前是在中研院的社會所 擔任博士後的研究員 我這幾年其實常常在各這樣的研討會場合會到她 就很積極地發表很多的文章 她今天跟我們講的主題 我想是跟她的博士論文是有關 我們發展而出的 她的題目是 《論述空間深層與修行記憶》 《台灣人間佛教的宗教誌》 我們就把時間叫李鴻奇鼓掌 來歡迎她 在座的對老師、前輩還有各位研究生的朋友們大家好 很謝謝研究老師的邀請 我覺得有這個機會能夠來泥祖座分享我的研究 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然後所以我今天想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實是這我今天準備的 其實是我整本博士論文的內容 對 那我覺得我想要這樣做一次的這樣子的演講 主要是因為想試試看就是說 把整體的一個 我對於人間佛教的一個想法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也藉此可以多聽聽大家的回饋這樣 那我也可以做後續的修改或是發表等等的 那所以我的今天的內容會蠻多的 因為我就幾乎把 我想了很久 就是我到底是要把 我是不是我的某一張拿來細細的講 還是應該一、兩張還是整體 那後來我就覺得還是用一個整體 因為我其實有一個整體的框架 想要探討人間佛教 所以我今天會做這樣的分享 好 那我把題目取成論述、空間生產與修行記憶 台灣人間佛教的宗教治理 主要是我要談台灣人間佛教的一個宗教治理 那它的三個面向會展現在論述、空間生產 跟修行記憶方面 會做這樣子的研究 其實就是它這個整個研究包含了三個團體 一個是慈濟、一個是佛光山、另外一個是法谷山 就是我在界定我的研究的對象的時候 是這三個主要的人間佛教團體 那它們各自有不同的特徵 但是也有共同的特徵 那像慈濟是正眼法師創辦的 佛光山是心理法師 法谷山是聖眼法師 他們的教研或是他們的一些思想論述 其實都影響他們組織的發展 所以其實是滿重要的 那它們有一個共同特徵 我把它區分為三個 就是佛教走向入室這是一個滿重要的 相對於過去的佛教 它可能並不一定要這樣跟社會接軌 那第二個是扎根最常生活 那第三個是他們帶動了在家重修行的大眾佛教運動 我想這個是相對於既有的傳統佛教很不同的地方 它可能會對比為以僧重為主的 那這三個團體其實都很重視在家重的修行 那稍微回顧一下 其實過去有滿多很精彩的詞濟研究 像關鍋再度的丁仁傑老師 其實是詞濟研究的第一本 而且也是很重要的一本 那同時期其實有黃倩老師跟姚玉川老師 他們其實也是同時期在做詞濟研究 只是他們後來英文發表時間叫五萬 一個是2007跟2002 然後這幾年有長期做詞濟研究的林慧欣老師 過去也是在英文發表的林慧欣老師 那他最近把他長期對詞濟的觀察 做了這一個一本書就叫做《人情化大愛》 那另外是許慧珠老師 他們現在開始去做詞濟的國際的贈災方面的 所以詞濟研究可以看到 他其實是在學術界最受到重視的一個組織 那著重在他的卡里斯瑪領導 助人行為或者是全球慈善的面向 佛科香其實他算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人間佛教團體 但很可惜的是其實學術界做的並不多 我覺得並不多 那當然是集中在博硕士論文很多 博硕士論文是有的 但是正式的學術的著作並不多 那目前就是之前是2004年有一個西方學者 他是長作中國跟日本佛教的學者 那他是從哈佛大學取得學位 那我給我完成了這本書 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 他是做佛光森的現代化跟全球化的研究 特別是佛光森他如何做全球傳步 那聖言法師的佛教思想研究和法庫生的研究 其實是在近10年逐漸起步 相關的學術研究其實也不多 我講的學術研究就是正式的專書 或者是期刊論文 大部分還是有一次會在碩伯士論文 那可是聖言研究就是說 他們開始在2010年開始 有開始邀請學者去對聖言法生思想 或是法庫生的一些現代化的作為 去做學術研討 所以他們已經陸續做了10年出版了13期 那累積的成果在這裡 那另外林奇賢教授他做的 他寫的是聖言法師的殘學研究跟佛學研究 然後他去探討聖言法師人間紀徒觀 那所以這種總合來看 就是說接下來就是另外一個就是Richard Meister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是唯一一本就是說嘗試去比較這三個團體的 當然他對比的是還有一個是《行天宮》 就是把道教也納入進來 他想要談台灣的佛教兼道教的復興現象 那他也檢視宗教復興現象 跟台灣公民社會的關係 所以他的說明處去名為Democracy Stama 就是民主廟法翻成中文的話 那他本身是一個社會學者 所以他其實一直想要去探究這個台灣的宗教復興 也就是佛道教復興跟這個公民社會 甚至對我們台灣民主轉型、民主過程的影響 那他是從希望社會學 就是Hope for Sociology的角度出發 相對於批判 就是說過去我們都是對社會現象制度去進行批判 那他是反過來去思考這些宗教團體 如何可能帶動一個更好的社會 他是成績那個Segal Society的那個觀點 Rabella這個脈絡 那所以目前就只有他這一本書 就是在把這三個團體都有做初步的介紹跟探討 然後並且去探討他跟台灣公民社會的關係 那所以除此之外就比較少了 就是當然丁仁傑老師有特別有一篇 是有做這個人間佛教三個團體的比較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李丁戰老師 他也有做一些從日劇時代如何影響 台灣人間佛教發展的文章 除此之外就沒有了 所以我那時候在進行博士論文的時候 也就是也是跟當時也是跟我自己的指導教授 最早的指導教授就是屈萊文老師 他就一直在 我們就一直在探討就是說 其實台灣的這個人間佛教的一個整體現象 是必須要被爬書出來的 就是不要落到就是過去的研究 好像就是又單一個團體 譬如說慈濟的 慈濟 佛光灘法庫山 那或者是說實際的哪一個面向 譬如說禁思語研究或是不同 就是每個小點的研究希望是整體的現象 所以我那時候就接了這個任務 一般也是符合老子老教授的一個期待 另外一方面也是自己的ambition 但是就真的蠻難做的 所以我今天就盡量地跟大家分享一個成果 那所以台灣人間佛教的整體現象 就是說當佛教不再只是 就是局限於出家人的追求一極解脫的出世修行事件 我覺得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然後當佛教在社會的功能角色不再只是渡王 那出家人的角色也不再只是執行 超渡死鬼的超越女士 這個是跟中國佛教的對話 待會會洗牌 然後而且當佛教開始面對社會 回應社會 參與社會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 也是台灣人很獨有的一個現象 而且它是有三個軟體就是用不同的角度 跟不同的側重去帶動的一個現象 所以它的整體性我覺得是很 就是很適得被爬梳出來 被勾勾出來 而不是片段化的去好像就落到 不同組織裡面的不同的面向 那尤其是當整個佛教轉向於人為本位 所以這其實是我自己整個探索的起點 當整個佛教以人為主體 相對於詞鬼 那甚至相對於運順導師說的神 待會我都會細講 以人為本位的時候 它會長成什麼樣的現象 所以我的整個核心的探索就是要思考 這樣子的佛教轉向跟現代性之間的關係 那其實佛教以現代性的關係 其實也有現有滿多文獻人在處理 這樣包括南傳佛教的國家 如斯里昂卡、泰國、緬甸、柬埔寨、遼國等地 其實我們都可以找到一碗專論去談 就是專書在談他們當地的佛教與現代性的關係 那包括日本還有中國大陸 尤其是日本它其實有最多 那近年來因為中國大陸改了開放 宗教開放的關係 其實也有滿多的書籍、新聞專書 在處理中國佛教跟現代性 那韓國我還沒有查比較少 因為可能對韓國不熟悉 但是其實韓國佛教跟現代性應該也是很精彩的 尤其可能是華、華嚴 華嚴 好 那所以佛教與現代化的課題 其實是鑲嵌在在地的佛教傳統 還有在地的文化變遷當中 那需要回到不同國家的社會結構變遷因素 來理解各個不同的佛教傳統的變遷趨勢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台灣人家佛教其實是一個探討 佛教與現代性的重要的案例 它也可以把台灣作為一個很重要的 跟其他國家進行比較的一個對象 去探討佛教有現代性 好 所以那我整個要爬出跟回答的問題 就是說在台灣 因為人間佛教大概是1980年代 尤其解嚴之後到現在大概四、五十年間發展起來的 那剛好這段過程也是台灣經歷發展跟民主化過程 還有公民社會興起的這個過程 那在這樣的一個這個社會結構的脈絡當中 一套新的人間佛教論述和人間實踐 是如何透過我們剛才談的 這三個人間佛教教團的組織運作而被建立起來 那所以我就想要透過慈濟佛光在法魯山的考察 那思考這三個人間佛教教團 是透過哪些機制、策略 來重新詮釋佛教修行觀的現代意派 那而且他們這樣子的重新的詮釋 又導引出什麼樣的新佛教圖的現代世界的預計 所以我大概是用這樣的問題意識 去探討佛教的現代性的文明性 那如果我們去看過去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的大量的 有關人間佛教的說古式論文 他們大量或者是現有的文獻 其實可以分為這四個方向 一個是論述 就是宗教理念跟民道風格 包括有很多的文獻字在談 譬如說心語法師的這個佛學思想 或是聖言法師的殘血思想 那或是聖言法師他本身的 佛教的一個改革跟創新這些都有 或是正言法師進私研究也很多 這些都是論述層次 那另外一個就是組織層次 就是探討人間佛教現象的時候 很多研究會從非營益組織、宗教行銷 還有宗教資本的角度去談 那另外個人認同層次 就是有志工經驗跟信仰實踐這方面 那另外社會實踐就會去探討這些 譬如說尤其是慈濟最多的 譬如說慈濟的慈善 然後慈濟的公共參與 慈濟的國際政災這些等等 所以我大概把它分出這四項 那為什麼我要細談這四項 就是我一直在想 因為我要爬出一個人間佛教的整體的輪廓 那所以如果我落到又回到落到 談論述、談組織、談個人認同、談社會實踐 又散掉了 而且我還要同時處理三個團體 所以我就要提出一個完整的架構 可以容設這四個範圍 然後可以讓至少就是說 可以在一個很清楚的脈絡之下 我們可以理解台灣這三個道場 三個人間佛教團體 他們在論述、組織、個人認同、社會實踐上 到底展現出什麼樣的風貌 來呼應現代性的議題 那所以這個等會我會講我的分析架構 然後我也要談一個就是說從個案比較去探討 人間佛教的重要性就是我剛剛談 就是不會落到每一個組織 然後哪一個單面向的 那目前就是丁仁傑老師跟李丁耀老師 那兩篇文章的類型化分析 其實很值得進一步發展 就是這樣 對 所以我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去發展 那我的個案就是這三個 那我的資料收集方式 大概大部分我就是盡量地去收集 現有的研究成果 那另外就是包括他們的組織性的資料 那還有一些佛學院去 很多佛學院的相關發展的研究成果 也很精彩 那另外就是我自己做了蠻多的田野調查 因為我覺得田野調查其實也是很關鍵 決定我可以去做這樣分析的一個重要的資料來源 所以其實很多其實是第四項 好 那所以今天要談到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今天要用哪一個分析架構 來談人間佛教現象 那我發展 我想發展出來的就是 我發展出來的就是宗教治理這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有點源自於 丁仁耀老師跟處理一些微笑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李丁耀老師 他在民間信仰的時候有用過 但是真正把他整個放在佛教 脈絡下來談的還沒有 那所以希望 我就希望談宗教治理 那他包貨這三個層面 會這樣談的原因是 因為我是中央社會學的背景 所以我們還是不可憑免的 必須要跟西方世俗化理論對話 就是會想這樣談的原因是 去思考這個西方世俗化理論 過去最早西方世俗化他們會認為 世俗化理論皮克伯格他們會認為 隨著社會風化、社會化、理性化 這三個現代性特質 宗教的影響性就僅弱了 但是我們在台灣發現絕對不是這樣的 人間佛教至少我們在這四、五十年來 復活發展前所未有的 而且用電腦社俗化是從邊垂擴張到核心 那如何解釋 顯然西方世俗化理論並沒有辦法這樣解釋 那所以就形成一個毅力 那所以後來他們當然西方世俗化理論 面對了各不同國家情境的宗教復興 包括美國、歐洲 甚至是伊斯蘭世界的復興 所以他們也是發現 現代性不必然帶來宗教的衰弱 那是中間包括宗教文化跟世俗文化可不可以享用 還有宗教地位是否能夠讓度於世俗文化 所以這兩個之間的變真 就變成宗教團體或是宗教傳統 他們還想要在現代社會發展功能 就變成很重要的議題 那第三個就是宗教有沒有涉入公共領域 還是他都只有跑到私人 那顯然我們在人間佛教的幹例當中 看到了歧視宗教十二日文公共領域 而且他跟世俗文化會有所相牽相容 但是又有宗教的詮釋 那所以其實現在要談的就是變成後世俗化的理論 在多元化的時代跟現代化的多元祭壇當中 不同的宗教如何展現 那我這個用的是皮特博克他最新的新書談的概念 好 那除此之外 Stark跟Roger Fink他們其實提了宗教市場論 那宗教市場論有一個觀點就是 他不是談需求面的下降 而是供給面 供給面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說在一個宗教市場當中 宗教企業 其實就是宗教組織 他們如何如何創造維持 還有提供宗教給這些個人或是群體 那他們要如何回應信仰者的需求 這其實是蠻重要 也就是說組織面向的供給的這個特徵 其實是很重要 所以宗教他不是衰弱 而是他會不斷地新生跟成長 這個是宗教市場論的一個觀點 那所以其實宗教未來不是這麼命定 這也是目前中教社會學 就已經表示這樣一個看法 那所以宗教多元也會提供了選擇跟競爭 然後也提供宗教信仰者或消費者 更廣泛的宗教回報 那所以宗教組織如何回應一個世俗化的環境 宗教組織的運作方式他是怎麼樣運作的 然後宗教組織又要如何回應宗教需求 甚至還創造宗教需求 我大概是從這個脈絡來梳理人間佛教 他們怎麼樣去帶動了這個可能性 但是宗教市場上大家很討厭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理性選擇 就是說大家說宗教是理性選擇的 所以我當時在一直思考宗教市場的時候 我其實是想要引用Foucault 就是Foucault有關commentality的概念 治理性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權力的 因為Foucault談commentality的時候 他談的不是authority 不是由上到下的權力 他是這個治理性的時候 他那個權力的操作形式就是說 你被受到這個權力的影響的過程當中 你是自己要去實踐的 所以他跟這個權力 他並不是上跟下的關係 他是施餘者跟受施餘者之間不斷辯證的關係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mentality的概念 其實很有助於來思考宗教組織的運作模式 那這個概念我覺得非常有趣 那所以作為分析概念的治理性 我這邊細談一下 就是治理指的是 他運用了各種的知識、技術跟形式 還有權威、思維的多樣性 來做任何的這個活動 那Foucault他認為 治理性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徵 治理的這個權力展現在不同的領域 他可能會在家庭、會兒童 或是對生命的治理 那或者是 當然他不只是政治環節 就這樣子的一個治理概念 他會展現在不同的環節 而且他也是甚至可以運用在去思考人口跟生命 然後也重視個人的主體跟自我的實現 所以我就是要運用這樣的治理性來談 整個人間佛教 他如何去創造一個新的時間模式 那我這個是引用一個西方學者的觀點 他說當我們在談Governetality治理的概念的時候 一般我們治理概念是運用在 譬如都市治理、政治治理 那我現在把這個運用再回來到宗教治理 他會分到知識面向、能見面向 就是看得見的Visualability 就是看得見視覺化的面向、實踐面向、技術面向 technology 那或者是認同形式 那我發現其實中藍組織裡面都有這些模式 知識就是我們的那些宗教的教育還有論述 然後能見場域就是空間、實踐 空間然後還有任何視覺化的觀念 或者是像剛老師一概做的Materialized Delivery 就是那個視覺跟物跟視覺跟空間一些的 另外就是實踐就是宗教的實踐 那所以我就發現這個概念實在是太棒了 回到剛才我給大家看的這一個 就是我想要整合這個有沒有 就是我想要整合現有的 就是對於人間佛教的就是典狀式的分析 而可以有一個新的架構 來把這個人間佛教 它到底是怎麼樣運作的 整合起來的話 你看就會變成知識就是論述 然後組織的擴張 那我就把它我這邊做的很創造性的轉化 我把它放成空間 就是空間如何帶動的組織 然後另外認同跟實踐就是回到這裡 就是實踐面下 所以我大概就會用知識、空間、實踐 我就是用知識、空間這實踐的三組分析元素 來談人間佛教如何可能創造佛教附正的 現代宗教治理特徵 這是我的核心分析概念 然後技術就是科技、技術 還有任何組織的技術 我會把它放在這兩個 就是說空間跟實踐 就是說它怎麼樣在運用科技跟組織技術 去創造它的空間效益跟它的修行實踐 放在這兩個 那認同放在實踐、空間、知識這方面都會放 所以我就是大概用這樣子 知識、空間、實踐這三組 三元的概念來做分析 那另外還有原資福克文 Telty之外 還有一個我還運用的一個資福克文 其實是想 就是它有關自我記憶 就是Tech Knowledge of Self 它的那本書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Norvenvail 就是一個法國社會學者 他談日常生活的實踐性 就是我為什麼會一直想要以這個進來 是因為其實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人間佛教發展的過程當中 其實台灣是社會運動一直在發展 因為我們在社會學領域的時候 一直被關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看有父母運動 有勞工運動、有環境運動 但是其實另外一個走線是有台灣人間佛教 它是跟著這個社會運動脈絡一直在發展的 然後很多人不選擇上街頭 他們選擇參加人間佛教 他們選擇改革自己 而不一定說不是直接的改革社會 他們認為改革自己 然後集體性的啟動可以改革社會 所以日常生活的批判、反思 就是一個這個人間佛教 他們去做的一個很重要的場域 所以我覺得日常生活 這個要思考邊界回來 那另外也就是以自我記憶正誠修行實踐 那這個我也是受惠於福寇他晚期在主體詮釋學裡面 他關心主體 因為人間佛教這些廣大的信徒 其實一直在談一個東西就是修行 修行這個意涵在佛教裡面是很重要的 那以前你們是出家的修行 但現在不是在家人也是修行 慈濟的志工也是修行 佛光山的信徒他們要做禪修也是修行 不是 發故事 然後佛光山的信徒他們要參加法會 要做很多事 也是在修行 只是他們說入室修行 那他們在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福寇晚期的 這個自我記憶的概念 就take not yourself 就是你關注自身的這個概念 關懷自身 很多事情你要回歸自我 照看自身 不要忘記自我 雖然福寇是從基督教的脈絡 但是因為我後來發現 福寇他有去日本禪宗寺院 他也有打過禪 所以他的晚期思想其實有一點點 也是受到這本禪宗那些影響 重新去反思西方的這個自我主題觀 所以我就覺得很可惜的是 還沒有太多的文獻去研究去 把這個福寇這個脈絡拉回來 跟我們東方式的修行關係做探討 所以我就就是大概把這樣子連結做起來 所以要談修行作為自我記憶 那所以自我記憶就包括 包括人間佛教團體對於行為的導引 也包括這個我們剛剛談的 宗教自己的實踐跟認同變相 那甚至也包含個人路性的整個宗教實踐 所以我就除了一個宗教治理的概念 那第二個就是我用修行的自我記憶 這樣子的兩個的社會學的概念 來分析人間佛教的整體的現狀 好 就目前我的研究的起源 還有研究的分析框架大概是這樣 那接下來我就會進入到今天的三個主題 一個是論述 那第二個就是空間實踐 那第三個就是修行經歷 這三個 我發現時間很足夠 欸 我現在才用了半個小時 所以我可以慢慢想 好 人間佛教的現代論述方面 其實我自己做 因為我自己是社會學者 但是我為什麼還是要花很多精力做這個地方 而且我也常常被社會學者問 就是你為什麼每次要花那麼多精力去做 但是因為我覺得如果不做這個的話 其實我們根本無從理解 人間佛教它到底為什麼會轉譯過來 然後而且它裡面的很多轉譯 有文化上創新的一環所以很重要 所以我還是覺得這個地方的論述轉譯 它的文化詮釋的過程 是我還是要再重新趴出一次的 所以尤其是就是它的整個脈絡 人間佛教的整個脈絡 把佛教帶回人間的脈絡 是從太區到應順這樣子的脈絡 那其實我們台灣人間佛教 它經歷了明清時代的開剁期 日據時代的殖民 就是日本佛教的殖民通話 然後在文政府遷台初期的重建期 然後到1960年代蜕變期 到1980年代也是多元分化期 它是在1980年代之後的一個重要特徵 但事實上人間佛教過去並不是主流 在蜕變期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不同的佛教力量 中國佛教力量在獎勵 像包括白聖長好 它是很強調生起為主的 那所以幸運法師他有很多的 他說他想要的改革跟創新 其實都跟中國佛教會的早期傳統去做對話 那另外一個是 傳統念佛往生淨土的思想以彼岸為重的 這個傑峰應該就是 他是研究這邊的專家 就是人間佛教其實 不是啊 你不是研究淨土嗎? 對對 是啊 我不是專家 好啊 對 他也就淨 然後人間佛教也是要跟這個對話 就是不是只是要去念佛往生淨土 不是這樣的法門 而是要回到人間 那所以其實殷順老師把中國佛教的禮路拉回人間 那所以到無論是星雲法師 我們可以從他的自傳論述 還有他們很多自己他們去爬書 他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改革的資料當中去發現 無論是星雲法師、聖言法師還有正言法師 他們大概就是接續著泰序大師的脈絡 尤其是星雲法師跟聖言法師 真的是他們自己都談泰序的對他、泰序大師對他的影響 那正言法師當然他沒有那麼直接跟泰序大師有關 他是跟映順導師有關 他是映順導師的弟子 但是在這個整個人間佛教的大禮閃蓋 他們共同與佛教、人間化的人間佛教論述 兩個陰現代性 那這個白上蠻他曾經處理過泰序大師的 整個佛教的改革創新的創新 那他也認為包括英順導師、星雲導師、聖言法師、正言法師 這四位都是在做佛教現代化的工作 在台灣曾經落實中國佛教的現代創新 那泰序大師他是從人生佛教 從人間來發達人生 這一句話我覺得如果要用一句話來理解的話 其實他講的養子為佛陀完成在於人園及佛城及迷真現實 其實這句話我覺得他一直影響到 目前無略是聖言法師、星雲法師 這兩位帶動的佛教團體是最重要的 就是自從人生這個脈絡直接成佛 發達人生進化成佛 這是佛教的修情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人間佛教的這些 台灣人間佛教的這幾個團體其實用這個概念 那泰序大師他其實要在那個清末的狀態當中 去改革中國佛教 那所以其實包括也是當時佛教的一些陋形 那他認為佛教應該要對這個世界上的精神修辭問題 還有現實要有結果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人間佛教也是接續這個脈絡 那映順導師跟泰序大師是延續但是又有不同 這個概念我覺得看這裡就好了 人間泰序大師是把佛教帶回這個人生 帶回這個人間 這個現世 那要對字死鬼的佛教 就是說佛教不是金燦佛教 就是他不是只是為了渡王 不是只是說我們人好像就是一般的民眾 在如釋道的這個信仰下 如果你好像是有家人往生的時候 所以你要找人來做佛事 幫他做超度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會想到佛教 過去是這樣 聖言法師在說他在上海靜安寺的那個時候 其實就是一直在趕金燦 趕金燦 所以他一直說佛教就只有這樣嗎? 所以他一直說佛教其實這麼好 但是怎麼就會輪為我們就每天都在趕金燦 信仰法師也有這樣子的一個反思 正言法師他從齋教的脈絡也有 就是你看他的那個自傳裡面 他也有講說不應該就是 生人不應該趕金燦 佛教也不應該只是為了流於幫這個死 往生者做法師 他應該要對人生有貢獻 對人間有貢獻 所以這個是講得滿清楚的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 映順導師是談也要對峙於天神與有生的天神 這種意志 這個我思維了非常久 然後也用不同的資料去看 我覺得人間佛教他們一直 因為他們是佛教 台灣是整個底層 像我媽祖道經最近才剛 昨天才剛回到 你看那個信仰的動員地 那個是台灣的信仰基石 那人間佛教尤其是信仰法師 他們是做外來的宗教 然後鎮眼法師是有點從災教的改革 然後想要去做一些佛 然後又受到基督教的影響 要把慈濟去 慈濟做一個佛教團體 開始去可以做一些慈善 那他們面對的其實都是台灣的這個 民間信仰的這個情境 那我覺得我自己思維了很久 這個神與有生 不只是益順導師談的那個菩薩 或是那個藏傳佛教更偏那個 藏傳佛教有非常多神器 藏傳佛教尤其他們有護法神 有各種等尊 他其實益順導師也要駁斥這一塊 但是當人間佛教要落實的時候 他們其實也要對應的是民間信仰的 那種多元的神尊、神官 所以也是拉抬回人的重要性、人間的重要性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差異 然後我自己思維也滿雄的 也就是說他們有一個選擇 有一個他們的抉擇 但是有趣的是這就是題外話 就是像佛陀紀念館他們近年來 就辦神明演藝會 就是讓民間信仰的神明去那邊 去那邊有點像禁鄉 就是禁佛陀 但這個很好玩 這個我覺得未來可以做延伸的研究 因為我也是去年才剛去做田野第一次 但是他又把那個神跟佛又連起來 我覺得這個是未來可以看他們的發展 但是目前在他們的發展過程中 確實要對峙死鬼 也對峙神、神官 抬出人間跟人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人間的救贖性 也就是說由人趨向佛道的這件事情 這個是如何可能的 就是那個修行的救贖性 所以他是人 然後要經過修行 在這個在世上要做善行 然後要學習 然後菩薩、佛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人 菩薩、佛的這樣子的一個修行觀 那也強調此事 而且強調你沒有其他融合去處 你這個空間是正物成佛的最主要地方 我覺得這個人間佛教其實談得滿清楚 也就是說你不是相對於淨土的法門 不是一直去想望我現在修行是 馬上就可以到達一個彼岸的基礎 而是他們在這個陸式的 這個此事的實踐當中 也正成了這個人格的問題 我想表達的是這個 有點複雜但是大概是這樣 好 那星宇法師怎麼做呢? 他做的 我把它分很好玩 因為都談人間 但是人間都有不一樣的面向 我把它歸類成星宇法師 他是佛陀在人間 你可以去看星宇法師一開始就蓋 你看他的佛光山就蓋了一個大佛 到處都是佛 他說佛在人間 而且他自己寫了一本《釋迦摩尼佛傳》 就是把那個釋迦摩尼佛作為人 如何面對了這個生老病死 看到了生老病死 然後他自己修道 然後正物 然後穿法 然後弘法的過程 他說釋迦摩尼佛是這樣的一個平凡的人 我們每一個人也是這樣的平凡的人 所以他一直回歸這個釋迦摩尼佛是人 所以我們也要這樣修行承認的 所以他是回歸以人為人 回歸佛陀本懷 另外也很忠實人家佛像的修行化跟現代化 所以我把它定名為 他的整個佛教現代化的方向是佛陀在人間 也就是說 而且他很好玩 你去看他的那個佛或紀念館的展示 他甚至有一塊 你要站在那邊 然後前面是佛的那個視覺化 就是佛的打3D上去 那你要站在一個中間 你就敢說我是佛 心理法師說 你敢不敢說我是佛 那個不是說你妄自真大說你就是佛 你有那個能力 而是你有沒有相信你自己有成佛的種子 所以這個他把人的這個可以成佛性是排升回來的 好 那所以特別是佛陀的概念 所以他在樂數上 還有他在空間時間上 還有他在修行上 不斷都在演繹佛陀的概念 佛陀在人間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去佛光山就看到到處都是佛陀 你會習慣那樣的感覺 然後心理法師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他就講佛陀在哪裡 如果你去佛陀紀念館的那個經佛殿修行的話 他們都會要你一起朗壽那篇 讓你體會到一次心理法師他說佛陀是誰 佛陀在哪裡 我們又應該如何體會佛的教訪 如果他是人而成佛 我們又要如何修行成佛 所以其實他是整個回歸到這個探問 佛陀你在哪裡 由這個來帶動他的修行觀 現代性的修行觀 所以他說你要去尋找你自己的人間的那個 你自己也是佛種子 這個是每一個佛教徒都應該追尋的答案 回歸到人可以成佛這件事情 那聖言法師就非常有趣 我要講的是應該是說我現在雖然分三類 但並不表示說心理法師就不認同靜土在人間 或是菩薩在人間 而是說他最重要的是佛陀在人間 應該是這樣子解釋一下 那聖言法師他最核心的是靜土在人間 那你可以去看到他其實嘗試回應的 佛教現代化的多元文化 因為他有對中國佛教的反思 他當時對中國佛教的流併 在上海靜汗室的那段過程 然後他有到那個日本留學 對日本佛教 日本新興宗教的一些反思 然後他又到美國紅法教禪修 要面對歐美的那些佛教學習弟子 那他要怎麼教 所以他有一些跨文化的 所以你如果去看他的禪法 其實你可以發現他有這個跨文化耐弱去折動 那他另外很有趣的是 他還一直轉譯禪修的現代詮釋 他很運用現代化的語言 譬如說心理環保 還有心舞是心 大家都用心 因為禪的核心是心 所以他就一直用心這個概念 去做這個大眾的詮釋 讓大家可以更理解禪是什麼 禪不是只是看不到的 靈心見心的那些事情 他可以落實在我們的倫理層次 可以落實在我們的這個日常生活層次 他一直用做這樣的文化轉譯 那包括心六輪 就是說你可以用禪的品質 去建構不同的倫理關係 你跟職場上的 你跟家庭上的 然後你跟社會上的 你跟校園裡面的都是 那他覺得這樣子可以建構人間淨土的世界 所以他有一本書其實就淨土在人間 他其實對淨土有很多的討論 他說淨土不是只是那樣西方淨土 淨土在佛教的概念裡面 就不只有東方還有西方 還有各個各式各處淨土 不同的淨土 他有做佛學上的概念 另外他要導入的就是人間淨土 就是我們現在活的這個世界 也是應該他要成為淨土的 我們不是去仰望彼岸 我們不是每一個 不是像傳統佛教圖是說我們一直念佛 我們也不管現在 就要去想 因為有些傳統的教徒會這樣子 就是去想想未來 但是他說不是 我們要把當下 你透過這個心靈環保 你要成就你當下的淨土 所以聖人法師他自己走的時候 他也講虛空有志 我願無窮 然後我覺得這句話其實滿感動的 因為他們的信徒會反覆地去思考 人間是有希望的 就是說人間不是說佛五卓二世不是這樣的而已 人間是有希望的 透過修行實踐是可以去轉化的 所以他的人間佛教在於淨土在人間 如果佛法師這麼好的話 那人間淨土是可以被建設出來的 而且人間佛教的就屬於在他方 就在人間 那這兩張剛好是他們世界佛教園區的照片 那聖人法師他的人間觀就是菩薩在人間 他沒有那麼強調淨土 因為他們都說他慈濟人還要再來 來世 再回來當慈濟人 再來修菩薩 因為用菩薩行不斷地去走那個乘佛的過程 然後他也沒有那麼重視佛陀的故事 雖然他會講 但是也沒有像星宇法師那麼種 他講的就是我們的志工就是全部都要行菩薩道 做菩薩 菩薩在人先 那他的方法是 過去我們如果比較熟悉佛法 可能法師們比較熟悉佛法 談菩薩道的時候可能會有教理上的概念 那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鎮言法師他把教理上的概念 轉譯成可做的這種操作法門 這就是宗教治理 這是就是宗教治理 因為如果只是教理上 那我們就可能看到一些菩薩道的觀念 譬如說六度那些觀念 但是跟六度要如何展現在社會生活上 還有我們很具體的慈善工作上 他們其實慈禁做非常多這樣的轉譯 包括禁師員都在做這個轉譯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宗教治理的過程 在論述上跟事件上 那另外鎮言法師講的苦難論述真的超精彩 我為了做研究 我其實常看的慈禧大海電視台 那個鎮言法師紅法的時候 任何的苦難你真的 因為他講人生的那個八苦 生老病死 願真壞臉等等的 就是佛法講那個八苦 他可以用慈禧人的故事去講的 讓你真的覺得苦是存在的 不然我們一般可能我們就沒有 我們生活得很好 不會去想那些 但是他會讓慈禧人點點滴滴 就是一打開電視 我們師父就在提醒我們苦是隨時在的 不是你自己的苦 周邊人的苦 然後也不是周邊人的苦 還有社會上的苦 所以他們很重視慈善 就是你要關心那些比較有困難的人 那另外就是災難 近幾年慈禧在全是災難上的那個苦難 真的其實做的蠻多的 所以他們就會去救災 不管他們去國際症災的那個系統 還有環境上的 像現在缺水或是乾旱這些等等 所以苦難問數 這是他也很重要的 因為有苦 你就說我們苦無所不在 所以他能夠 我覺得這個很精彩 就是他因為 而且我也透過訪問一些這樣的志工 因為他說我們就看到那個上人 就跟我們說那個苦難真的是無所不在 我們平常他們可能是那些家庭主婦 或者甚至中小企業主的那個 還過得蠻好的那些人 他們就會說那個苦在 所以他就有那個動力 他就說他要一直去做 然後他可能會因此聯想到他自己遇到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從這個苦難的這個概念當中去思維苦 然後積極地產生他想要行菩薩到底 一個救贖官 我覺得我有看到這個 那是人間菩薩 就是方方命面的 而且慈禧人講人間大葬禎 就是說每一個他身邊的 你所有人釋憲的 你不是去讀那個佛教大葬禎 而是 不是那樣子而已 而是你說你生活中你看每一個人他的苦 他如果能夠從苦中去升華智慧 那個就是他們慈禧講的大葬禎 也就是說他的大葬禎是活生生為人的大葬禎 那我覺得這也是非常非常妙的一個現代性轉移 因為這樣很多人他們可以理解 我就從一個故事 所以你看他們有非常多見證故事 而且慈禧大愛台都會拍很多連續劇那樣子 所以他們主要行經 所以慈禧人他們相對於其他兩個團體 他們去閱讀經典或是嚴經的比例是比較低 因為他們是要行經 就是說你要從這個行 從這個故事當中 我也曾經訪問過一位 他是從法谷山轉來慈禧的志工 我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從法谷山轉過來 這是一個概念而已 他就說因為他在法谷山學了很多的觀念 然後他覺得好像觀念你懂了 那你就是還是好好的 就是但是你如果跑到這個要實做的現場當中 那就整個都不一樣了 所以他說他來慈禧當中他學到不同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這三個團 一定也有跑來跑去 但是也有慈禧人他跟我反思說 我要一直做 我要做到何遙遙無期 我已經做那麼多了 我還要做多少 然後他就說那我想要去學金 或者想要去參加法會 也有 所以就是這三個團體他也不是那麼封閉 他會流來流去 會發現這樣的狀況 也就是說其實在休閒的過程中 你可能會因為不同的事件 如果從個人角度的時候 從不同的事件 那你可能會有某個生命階段 你會需要去做 有的生命階段你可能要回來增進自己 他可能是不同的交錯 對 但是因為這三個組織 就是他們有非常封閉的論述 就是他們有非常封閉清楚的論述 就好像變成他們的 你參加慈禧你就是要行經做 然後法魯先生是比較就是你可能要多心理環保 然後多學習、多增進 那佛光先生是比較活用的 好像你去每一個組織變成信徒就有這個 那這個好玩的是 所以我要提談宗教治理就是這樣 那某種程度 我那時候會覺得我想要做一點宗教治理的原因 也是幫助那些信徒可以理解 其實這一套你們所深信不疑的東西 你如果變成組織裡面的人物 你其實也可以跳出來看看不同組織的狀況 它是一套治理過程 你不用被他所限 你可以在那個範圍當中去活出你想要的 但是不要被他所限 不要形成剛才那個痛苦 因為我剛才發現不同的團體的人 他們可能在太疾病的這個宗教論述下 會有他們持修上的痛苦 這也是我為什麼要提宗教治理的這個概念 的原因 好 那持續深層轉義的人間佛教入世 人間佛教作為一個新的論述 從人生出發的 然後他的現代化思義大概就是這樣 翻起來看的話 他其實從出世走向入世 然後尤其是在這個到九二一地震的時候 那個時候跟公民社會有很多的這個互動 所以那時候慈善啊 這三個年幾乎都有走慈善 然後到2000年至今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我看到一個新的狀態就是 包括佛光山曾經封山 他們因為那時候太過入世 走向政治化之後 所以他後來這幾年成立了佛陀紀念館 這10年成立了佛陀紀念館 然後又成立了人間佛教研究院 他其實回過頭來又把修行放過來 那法虎山剛好也是在2000年之後 一直推動心靈狂暴很重修行的 所以他的成長率很快 那慈濟走菩薩道之後 組織太過膨脹有一些問題 所以他們現在也回來 你看包括他們從邊境私語也在談修行 所以我就覺得蠻好玩的 就剛好可以看到這樣子一個脈動 也回應臺灣社會的變遷趨勢 對 好 這邊講完了 好 然後接下來是空間生產 我覺得其實我最喜歡我自己論文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好好玩 就是他們的空間生產其實很好玩 就是人間淨土如何可能 他們如何用空間的概念去實踐人間淨土觀呢 然後他有空間附屬 那我這邊是用剛才我說的那個法國社會學的 拉伯貝爾他其實是研究都市社會學的 那我覺得這個都市社會學 因為都市不是他們要蓋建築嗎? 然後會常常有區域規劃 其實人間佛教也一直在新蓋這些佛教建築 然後他們也蓋大型園區這些等等的 所以其實用這個都市 源自於這個都市社會學的概念來研究文化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他會包括空間實踐、空間在線跟在線空間 那所謂的空間在線就是 好 待會可以講 那空間部署分一下 就是說其實因為人間佛教在1960年代開始 到1980到2000年的時候都有不同的期 最早最早其實像信仰法師他說 他找一個地方都找不到 所以他跑去伊蘭 最早他去伊蘭 因為他那個時候說北台灣有中國佛教會 什麼哪裡 那他就去伊蘭那邊法教 所以他們最早都是要依附傳統佛寺 那聖言法師 聖言法師早期也沒有 他早期是後來是他的在中華佛教會館 對不對 然後都是要找一個這個地方 那到後來他們就開三建市了 那有趣的是開三建市通常是一個四維族 那後來就更有趣的是大型佛教 大型宗教園區 這三個團體都有這個趨勢 然後另外大型佛教園區蓋完之後 就多元的經營不同的社會空間 可能置業、實踐、國務館、醫院這些等等 就是可以看到他們有的空間實踐 有這樣子的一個邏輯 那空間再現就是說 如何他們人間淨土在人間 他們要把那個佛教的概念執行出來呢 所以從他們的建築模式來看的話 就會發現他們一直想要去呈現一個 入世的人間道場的空間時間 請看一下這個是早期的禁師、禁舍 很簡卜 他們到現在還要一直談就是說 我要回到禁師築統歲月 就是這一段精神 那這個是佛光山最早的大雄寶殿 到現在都還是他們就是說 他就是再現中國佛教在台灣 這個佛是中國佛教的 那法古山他就走禪 他就是一個大禪堂過去 然後他的佛像很簡潔就是照見本來面目 我們要走禪中到場 所以他怎麼樣運用視覺化 其實我們去觀察他們的那個空間實踐 也可以發現他們的理念在展演 那集體性的修行場域 慈濟的生團他們扮演精神性的角色 如果我們去參觀禁師、禁師 會發現慈濟的法師們 他們都在服務人很好玩 就是說像你要去吃飯的時候 都是法師在旁邊幫你 就很不好意思 就是法師都會幫你張羅招呼 就是對 他們標榜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那種概念 所以他們是用這樣子一個出示的 一個清新的這個生團為精神性 然後加上正言法師 然後帶動全球的這些慈濟人去做社會實踐 所以他們有分開來的 那佛光山他也是以生團為主要的修行者 但是佛光山的生團很有趣 他們要帶動弘法 然後他們要去推動全球的道場 因為佛光山他們就是道場在全球都有 然後台灣也很多 那佛他們的法師就是要去到處弘法 所以他們要有很厲害的能力 要能夠講佛法、要講佛光山的理念 然後也要能夠去做一些帶領一些修行儀式 所以他們是生團為主去帶動這個教團的發展 不太一樣 剛才慈濟是精神象徵 他們讓你覺得法師在那邊是家 法師的禁師金色那邊是家 你的家 然後你回來是回家 那佛光山是法師帶著信徒一直做紅髮一直外托 他們甚至有missionary 所以那個很多就是怎麼樣往國外托、海外托也有 那另外法古山它是生性共同修行 而且森屬緊密合作 也就是說森仲他們一樣是教育者 他們是教育者 很重要的教育者 但是俗仲他們也是很重要的修行者跟實戒者 這個是對照佛光山嘛 就是說如果慈濟人就是坐 一直坐就慈善就對了 佛光山的信徒他們就說法師為修行的主要者 那我們配合法師 我們互持道場 所以他們是 他們的信徒未必要有那麼嚴苛的修行的要求 但是他們就說我們做好快樂的佛教徒就好了 然後我們互持道場 讓我們的道場一直成立這樣子 那法古山不是 就是說信徒你不是只是互持道場 你捐錢就沒事了 沒有 你的心靈環保還有你相關的佛教的知見 你都要增進 所以你看這三個有一個層次的觀點 層次 那人間靠場的空間效力就是說 剛才我們講的這些就是他不斷地擴展出去 所以他有在地的信仰空間 然後另外還有跟商辦大樓的都市道場 這個佛光山座蠻多 像佛光山臺北道場是在都市 然後在宜蘭那裡也是整棟現代化建築 那另外的還有有趣的地方是 承接台灣具有歷史傳統的故事 特別是斋角的 像那個就是法古山的齋民寺 他就是承接了那個齋教的那個齋堂 然後他轉為這個 所以他們的空間的實踐 要不然是自己獨立去興建 要不然就有可能是在故事道場 然後要不然就是有故事 但是有趣的是 如果我們去看他們的那個模式的話 都會有一個類似的模式 你就是一看你就會知道這是慈濟 慈濟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它是以社區道場 在全世界推動慈濟的職業 所以禁師堂 禁師堂現在真的是差不多 以前是最早是只有在花蓮禁師堂 但是他禁二十幾年間 所以他會被媒體批判也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他到處管蓋禁師堂 那他的理由是我們需要慈濟人活動的空間 所以他有他的理由 所以這就是宗教治理 他為什麼要一直蓋那個信仰空間 因為他們對於成員去塑造他的極其認同 是有幫助的 那在地的禁師堂就會讓慈濟人可以在在地 他們有自我的 他們可以認同 然後禁師堂裡面通常都有 蔣經堂、書、宣、志工活動式、展示空間而已 那那展示空間就非常妙 就是他會到處展示那個 就是他們禁師堂裡面 幾乎都在展示慈濟的那個各大 四大自益的八大角度的成果 譬如說醫療的成果、環境的成果、什麼的成果 然後國際政災的成果等等的 所以其實你用空間的概念去看的話 其實你禁師堂整個就是幫助這個信徒 去行訴他的認同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空間部署 然後而且對於慈濟人來說 到處去看到禁師堂 就是宛如他們心靈的綠洲 那目前慈濟像台北還有好多地方 是該在市中西的 對 所以大概這個是慈濟的空間部署模式 那他們就要一直幹 那就對慈濟人的組織擴張有幫助 所以這為什麼說 我說用空間的概念可以補強 過去只用組織思考 組織我們以前想的是信徒組織一直擴展 但是空間的部署、空間的實踐的擴展 其實它也是一個組織的那個model 所以轉過來用空間來思考組織擴張 其實很有趣 好 那在線空間就是說 那怎麼樣這些人 他可以在這個空間當中實踐 實踐這個空間的修行性 那這個要講的一個觀念 一個有趣的點就是說 過去我們想說這個信仰時間只是在寺廟 現在不是 現在就是到各個的社會空間裡面來 舉一個最有趣的例子是慈濟 慈濟它就是分散化的休息時間 也就是說你的修行不是只是在盡絲金色 那個只是法師清修的地方 那是法師作為心靈象徵的地方 但是慈濟人去哪裡修行呢? 到處都是修行 慈善最主是修行 醫療場是修行 環保在街頭雀母雞 那你就一直在都是 所以社會化就是分散化的休息時間 而且到社會 那這個就是我們說人家佛教 他怎麼樣跟社會接軌的地方 那佛光山他是以就是四月 他還是以四月為主 慈濟是到社會空間了 剛才我們講的 尤其是環保在很多老菲薩都在那邊 把他們當作修行的地方 那佛光山不是 佛光山是道住道場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信徒就是來道場 那或是大型法會 那尤其他的法會不是只是在寺廟 四月辦 當然在佛光山辦有在他們 譬如說像台中的惠眾室也常辦 但是他們最常做的就是租借體育館 就是把他擴出去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讓更多人參加 那環保山他是淨土在人間 就是說雖然他是有殘堂跟他的四月 但是他還覺得他還倡導就是說 你要在不同的環節 把這些修行的這些方式帶到家庭等等的 那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是公共性的休息展現 每年的佛在日就快到了 就是像佛光山就會在凱達格蘭大道 他們一定要創造那個能見性 那個其實是他們塑造組織認同 還有組織動員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對他們信徒是很重要的 然後凱達格蘭大道 國父紀念館是法古山會區 就同一天 就是每年的母親節佛誕日那一天 那中聖紀念堂是慈濟 他們都會辦大型的集結活動 那所以其實很好玩 這些地方過去尤其凱達格蘭大道 都是社會抗爭的地方 對 那佛光山就把它轉移轉過來 它是一個宗教活動的地方 所以另外一種的公民集結活動 對 我們也不能說它不是 就是它是一種修行公民集結 而且它也會凝聚跟政治的關係跟連結 所以有這樣的公共性的修行展現 我把它叫成是修行的展演 那所以修行走向的人群 然後而且是在公開性的這些場合 不是在寺廟 它是在公共場域的這些修行展演 那所以像這個是慈濟的禦佛 這個是中聖紀念堂每年都這樣辦 所以對於他們信徒的那個認同 像心裡的聚集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就是有一事 那這個法師一事排開 除了有慈濟的法師 他們最近年來都還會領起不同佛教傳統的法師 然後來象徵對僧寶的尊敬 他們是用法師作為一個象徵性 那慈濟人的一個認同這樣 那這是佛瓜山的禦佛 他們都在凱塔格蘭大道 那過去就是他們跟政界的關係比較好 所以都會請很多政治人物一起參加這樣子 那這是佛瓜 法國山禦佛就比較單純 他們就是說心靈環保 但是這些活動 他們要透過這種公共性的展演 這樣介紹給大家認識 所以像這個是邦氏洞產 然後或者在那個地方一起產修洞洞 那或者是他們也會用園遊會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多元化的了解他們的這個不同的禪 就是把禪弄得很簡單很快的這樣子 所以也是一個公共性的實踐 不是讓它變成絲 禪修好像很絲 我們只是對 不是讓它變成也有一個去往社會公共領域去推整 所以佛瓜山我覺得 我把它歸納成它是現代化的紅髮空間 它又不斷地去蓋它的特地道場 那法國山是禪秀空間 它就說不管我們是到我們的禪堂 或者是我們法國山去其他地方辦活動 我們都要把那個禪的心靈的品質實踐出來 那慈濟就是慈善 慈濟人走到哪裡就是慈善 就是光環 所以他們你就有點想像他們那個空間的化現 像大魔術師一樣 去到哪裡我就要把那地方的場域的特徵實踐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要講的空間實踐 好 那近年啦 這個是我補充 這個是我大概最近在生化的 就是有一本 目前還有一本書 他們在談就是說 我剛才有一位談到Engaged Buddhism 但現在有一個觀念是This engaged Buddhism 就是他不是社會參與的 然後他們講的就是這種佛教建築 還有佛教的娛樂化、觀光化 然後該大型園區的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滿有趣 因為我們台灣對比 譬如說像緬甸他們最近不是發生政變 或是像泰國 那包括像泰國SURAC他們那一派 就是比較說我們要積極抗爭政府 那或者是像異形產師早期 他們也對越戰有一些反動 但台灣的佛教 他們雖然有很多的共同參與 但是都不碰政治 對 那他們就會說他們要走的 他們沒有講得很清楚 但我覺得其實用這個國務廣話 展示、展演、意志空間 這個概念是比較很有趣的 那像佛光現在 法谷山水月道場 它作為景觀道場 其實現在吸引很多遊客 也讓更多人去了解法谷山 那佛陀紀念館就是它的觀光 觀光性很高 它可以在裡面吃七、八種素食 因為它滴水房就可能有光吃 你如果說我要吃個午餐裡面帶七、八家 就是它可以觀光 然後它也可以朝聖 因為它那個前面是塔 然後到後面是佛陀紀念館 那另外它也可以休息 因為它裡面不是只是整博物館放佛像而已 它還有休息的空間 有經佛殿跟御佛殿 那晉思堂那就是心靈慈善王國 就是說它去到哪裡就是把它變成一個慈善系 好像那個佛陀紀念館他們還像這個是神靈聯誼會 就是他們請平天信仰的那個神靈 還有世界各地的神靈 譬如說像巴西的聖女 菲律賓的聖女也來 對 就是來這邊 今年是因為疫情沒來 但前幾年都有各國的神尊 這就是我剛剛想表達 就是那個神的概念 他們又重新連結回來 然後他們就說我們共同來跟佛陀聯誼 他們用這樣子的一個文化轉譯 那也就是說我自己詮釋 他們其實很巧妙地去顧及到不同信仰者 對神的信仰的需求跟堅固 他不會說我們要談佛教 我們就對其他的就好像要把他排除 但是他把這些容赦進來 所以其實這個是人間佛教的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寬容性 也就是有助於宗教的交流跟溝通這樣子 那就是他們每年在農曆春節辦的煙火活動 反正佛陀經驗館就是一個非常好玩的遊樂場這樣子 佛教的遊樂場、心靈遊樂場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佛陀山我之前做研究的時候 一直覺得佛陀山的組織就是到達一個瓶頸 它就一直掉 就是在200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很多人就說佛陀山已經老化了 然後他的各地的那個地方都沒有比較去修行的 信徒都減少 但是他從佛陀經驗館開館之後 目前今年是10年了之後 其實他的信徒有回朝的趨向 然後他自己又辦了很多 由佛陀經驗館作為一個新的志業 又帶動了佛光山去創新的很多東西 這個其實是非常有趣的一個組織變遷 所以那個空間的實踐 有多元性、意識性的時候 其實也有助於信仰的生活 那法谷山的水月道場過去是農產室 聖言法師是在那邊交嗎? 那什麼都沒有就是從禪修帶領法谷山一路成長 但近年來他要擴展的話 你看像他這個很厲害 學基督教的那個彩繪玻璃 那他把新金 因為這是姚人寫建築師 就是說他會跟現代建築結合 那把這個新金打在上面 然後學基督教的彩繪玻璃 然後光打下來 所以他們就是 然後新金就映照這樣子 那另外這個是金剛金牆這一面 把佛教的金剛金 因為法國教是產宗道場 那就把金剛金就打在上面 所以你等於是一進去 你就直接的 你就是用空間的奢獸力 你就感受到那個信仰 你還不需要去坐禪 那對 然後大致上是這裡 所以我覺得 然後禁師堂就是我剛才講的 他裡面辦非常多展覽 慈濟人一進去呢 他的那個展演展覽就是展示 活物館的展示 他們其實運用活物館的相關展示的概念 就已經把這些讓慈濟人就是走一趟 就覺得我們真的做的事情很有成果 然後我覺得我身為慈濟人 是非常感動跟驕傲的 所以這也是各地為什麼需要那麼多禁師堂 那個空間部署對於他的組織擴展 是很有幫助的 在宗教自己的時間上 OK 所以這個是空間 然後會多佔用一些時間談修行記憶 修行記憶就是說這套修行的觀過去人間好修行 學做人的自我記憶它怎麼樣被治理出來的 那其實修行我把它定義為成有反轉勝 就是說其實你怎麼樣可以在我們這種日常生活 點點滴滴的事情當中 你能夠找到一個覺悟解脫的方向跟概念 那你看像我們看像這個聖言法師 他說佛教的修道是不苦不樂的忠道 它不是要讓我們離開現實的生活 而是在我們現實生活的每個環節 你能不能夠起智慧心 而不是起煩惱心舉例 就是不是煩惱心而是智慧心用功修行 其實每一個日常生活的點都是覺悟的契機 都是學習的契機 都是休息的契機 所以其實這個對俗仲 對在家居是很有幫助 因為俗仲我們就是工作 回去就是家庭 然後就是要面對這些家庭的關係 職場的關係 然後又有社會關係 所以如果你說你要讓它就是回歸傳統那種 它其實做不來 但是可以幫助它是 你如果是每個日常生活環節都可以覺醒的話 那就不太一樣囉 所以就是自我記憶 這個自我記憶我回歸到福克講的這種 就是你如何好好的去活出自己的內在靈魂 然後你如何好好的去創新這些東西 這個概念我覺得其實很修行 很修行 所以我也覺得這個其實是未來 其實很值得再繼續發展 那包括福克講關懷自身 你要care of yourself 你不是只是know yourself know是知識性 你要關懷是care 你的身、心靈都要關懷 關懷你自己 然後關懷你人生過程跟世界的關係 然後你還要行動 你是一種擔負自我責任的自我改造 這其實就是很修行 你要改造 你要改變你的陷害習性 自我的進化這些等等 那它當然也是一種自我修養的生活實踐 甚至也是一種美學實踐 所以那它就有整套的規訓跟方法 所以我用這個概念就是說 那慈濟、佛瓜在法國山 他們如何帶著這一套規訓跟方法 但這套規訓跟方法 它們是如何讓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所以我把它講成說修行記憶就是學做的 就這意思 它有一套規訓跟方法 那簡單的我目前把它歸類成 就是說他們有創新性的修行制 因為我是要講現代性的創新 所以我這邊只談的都是現代性的 如果有創新的 如果沒有創新的 我這邊就不談 那首先我講無遠佛界的早晚可以 然後現代化的法會創新 然後日常生活的禪修 還有菩薩到多元時間 無遠佛界早晚課是非常有趣 就是我剛剛講要結合科技 就是現在那麼多APP 就是法國山最多這個APP 然後你什麼都可以下載 所以你不一定要去寺院 然後你就是APP下載 其實我這邊沒有放照片 其實法國山的信徒 他們在家幾乎都有一個小小的佛堂 對 然後佛堂裡面最重要的 當然佛像會有 但是他們佛像都很簡單 但你們猜最重要的是什麼 手機 對 手機很重要啊 因為他們要線上共修要什麼的 就是手機一定是擺在正中央 尤其像那個什麼水族法會他們要共修 或是像去年不是防疫嗎 他們美國的分會全部都是用手機 對 所以你就中間一定是擺在手機 然後就是會有那種法會共修 所以他們就當下就把他們的家居 殘堂就遲見出來 就跟道場連接了 所以不只是防反課還有各種休息 都是這樣 無緣佛堅長反課 那瓷濟更深 因為瓷濟人 只要你打開大家電視 你真的就是馬上就進入瓷濟世界 然後我真的有一段時間 整天早上就先看 我就學他們四點起來 然後五點 然後先看什麼禁思成語 然後看就是那個真的會讓你 就是這個真的是搞metality 就是他用這套方式讓你就是慈濟的認同 一直被活化 所以這種高科技的方式 其實對於這種佛教推現代性 還有佛教的人間實踐是很有幫助的 那法會創新也蠻有趣的 因為過去佛教非常重視這個法會 那我們剛剛講說 以前都是經常為了死 為了法會 那現在不是 法會也是修行 法會也是人生的修行 這一點其實佛光山 跟法虎山做得非常多 慈濟也有 那他們的法律修行包括 有的是搭配節慶或是民俗節 像佛代日 女星節我們剛剛講過 然後清明節 也像法虎山清明節法會就很多 然後俞蘭本節七月 佛教是不講那個就是 他是說是孝道樂 就是會轉譯成佛教的概念 那另外很重要的是水陸法會 不關是佛光山、法虎山 其實一年一次都會辦水陸法會 那他們的創新很多在這個地方 那時間排程上就是說 讓大家就是可以用這樣子的法會結構 去過他們佛教徒的一年 對 你一年可能就是用修行 來帶動你的一整年 那一年就順著那樣來修行 那這個是慈濟的三昧水菜精采法會 雖然他們不是所有的信徒都參加 但是近年來他們很重視 就是他們用三昧水菜去修懺悔 那這個有點像是黃千宇老師他在分析那個手語歌 他們一定都是用戲劇手語去展現的 我們的法會過去 傳統的法會都是法師在上面煮法 然後信徒可能會給你法本購修這樣子 他們不是 他們是要把經文演出來 因為他們要行經演經 所以他們要 甚至你要去模仿 尤其像三昧水菜有很多的story 他們就有很多什麼燦的故事 然後你要怎樣去演出那種人性的那種 你在造作惡劣的時候的那些故事 他們就會用話劇去演出來 然後我去看很多他們還有他們去參加這個法會 他們覺得他們真的深入的感受 比讀經還要深入 因為你去傳流了一次 然後你要演不同的角色 然後還要比 所以他們這個其實他們的法會 也是滿emotional的 就滿情緒動員的 我覺得 慈濟的法會其實最有情緒 就是他們要在比的過程當中 去把自己心中的那種 佛教說的五毒去自己傳謀一次 然後再五毒昇華又一次這樣 所以他們其實很謀遜 就是他們的法會是這樣 那他們也這樣子因此達到他極極動員 那佛光先生是冷靜的 他雖然也是法會 但是他帶動時冷靜 他只是用非常現代化跟高科技的方式 然後光 音樂都很 他是非常髮型 他沒有要訴求情感 他還是法師在唱頌 但是他是法師唱頌 但是會用高科技的去形成 還場的劇場效果 那他的衣軌也都一致 就是他還是衣軌是一致的 就是跟傳統在寺院的是一致的 那只是他會營造出一個讓大家 一個整體性的還場效果 然後又一個空間效力 所以這也是他的創新 然後當下讓你覺得有在淨土的感覺 禪禁 因為他都是禪禁法會 就是你要選禪跟禁 然後他告訴你說 如果你的心的禪的品質可以達到的話 你就可以給他淨土 那也是期許系統你可以把這個品質 在帶回你的生活當中 那防禁山的科技創新就太多了 他的水陸法會首先他絕對是連線 就是你不一定要在山上 然後你可以在各個分院都可以連線 甚至你就在家裡就可以連線 那另外一個他最大的創取就是線上祈福 我們以前我們一般傳統的法會都是要上訪 就是你要寫書文 然後最後有些傳統的法會 像譬如說靈秋山的法會都還是傳統 他就是最後都還要 牌位要燒或是怎麼樣 但是法古山他就整個改變 他就是他都只有線上的那個牌位 就是你就上網點 上網田 那這個就蠻多創新的 所以他常常用科技創新 那其實這個方式對很多信徒也很有幫助 就是他用這樣的方式 環保化、現代化跟科技化 所以這是法古山的一個蠻大的特點 好 那接下來這是法會 然後禪修就是要回到日常生活 那像慈濟他們沒有講禪鳩 但是他們就會說 其實他們只有一個就是說跟自然的互動 就是他們比較少講禪 但是佛花山講禪 他們有茶禪、花禪、禪屬 慈濟也有講花禪 就是他們會把禪跟日本的那個結合 然後放在日常生活當中 那佛花山跟法古山都有廣色禪堂交禪修 就是希望禪在平常日用當中 他們的禪跟中臺跟靈洲山比較不一樣 就是對比非佛教、人間佛教路線的 他們會比較著重於你們的禪法要佛用 那法古山他最重要是從心靈環保出發的 這剛才講比較多這邊就不講 所以禪法就是日常生活的修行 那他也以心靈環保去轉譯佛教的禪修觀念等等 那所以他會辦不同類型禪修 包括精英禪修、勒靈禪修、青年禪修、社會禪修 這些等等 因為你不同的人 他們在對峙不同的問題上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去回應 那也用心靈環保去賦予佛教修行的現代性意義 尤其他們還發展巴士洞蟬 就是身體的方法 然後他們的重視放鬆 然後因為現在不是禪修跟腦神明科學很結合嗎? 對 所以他們也很重視 然後他們現在的禪法就是都有分出階 就是你一定要出階禪修班然後才進階上去 他們不會希望一下就跳到那個明星見信的 或是畫頭纏那些等等的 或是比較深的那些墨照 他們會直接希望你從初級禪修 先面對自己的身心狀況為主 所以很多現代人他們會需要的話 就是他至少先面對自己的身心處境 可以覺察自己的身心就可以 所以他這個就轉譯了很多 然後讓現代人可以接觸 然後他還有一個自我提升的日課表 你就可以每天去覺察 也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一個discipline discipline 這也是governmentality 就有很多方式 所以禪、生活導引跟自我記憶 它其實是連結在一起的 在禪修當中覺察到 自我找到跟世界相處的方式 那另外最後就是菩薩道的多元實踐 那這個是我要查的是菩薩道有不同的實踐 慈濟是完全是做志工 那他要在社會領域 那佛光山、法國山就是義工 那他們就比較在他們的身願就好 在他們的道場就好 不需要說我要到醫院 我要到環保、環境這樣 或是我要到街頭 我甚至還要去酒宅 不需要 不統合 但是都是菩薩道 那這個是佛阿菩山講 菩薩行如何成佛道 菩薩行為先 所以他們都有重視菩薩 只是實踐模式不同 那慈濟當然就是把坐志工發展到最大的 坐志工等於行菩薩道 坐志工也是學做人 然後坐志工他會不斷累積他自己的靈性資本 他認為像今天丁老師有談過 就是跟他的那個極功德那些等等 其實都有關係 所以他有非常反覆地從佛教的意涵 然後到實踐的意涵、人的意涵、倫理的意涵 然後再到這個功德資本的意涵 所以三種新佛教徒的實踐圖性 我把佛花山叫做Buddhist in Dharma 就是他拼音法師有一句話很好玩 他說有佛法就有辦法 還有一首歌呢 他就說佛法就是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快樂 所以他們就說只要你有佛法你就會有辦法 然後你自己去學佛 你自己是期許你是佛的話 你就有很多方法你可以應對人間萬事 所以他常常這樣講 那佛土山是善法的佛教徒 就是他什麼佛法都可以拿來活用 那實踐的佛教徒是佛土山 他就是比較深刻就是你要從殘修的觀念去學習 然後心靈的瓶靜 然後你要精進補懈 所以他要實踐、不斷practice 那慈濟是行動的佛教徒 他要不斷去做 那所以我的結論就是 我就嘗試用這樣的脈絡 就是希望整體的去探討人間佛教現象 然後來去思考人間佛教的現代性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的製表 就把我剛才談的就是 他的佛教論述空間生產實踐是怎麼樣之類的 那我會覺得他們其實都在面對苦難 只是回應苦難的方式不同 那像佛光之三就說 就說有國法就有辦法 法谷山的人就說心靈環保 慈濟的人就說那你要做 就是都是那個心靈的苦難 那這個苦難就是社會 像現代性的疏離、異化、課程主義 然後工作、家庭、身心路靈 各種議題、各種苦 每個人苦不同 但是大概就是這種苦 那所以佛教修行就是作為反生性實踐 幫助現代的還有那些在家信徒 他們可以得到歸屬跟對頭 對 所以修行 所以我要談的是通過gummetality 讓修行成為一種反生性的實踐 然後回歸日常生活 從生活再出發 這大概是人間佛教 他這個現代性所帶動的一個很深的一個意義 那包括他也想像人間淨土 人間淨土就是不只是佛教寺院的人間淨土 那從寺院到社會的人間淨土又是怎麼樣 那這個當然值得持續的評估跟觀察 慈濟做的比較多 他跟社會接軌比較多 那佛光山跟法魯山目前他們是說自新淨土 就是新改變成一切的淨土 當然他們未來可以做的東西 還持著持續去評估 但是至少是一個方向 所以參與社會的這個方式 以入世的方式參與社會 把佛教的東西帶給這個社會 那我今天的分享跟簡報到這裡 感謝你們 那也謝謝你們 謝謝 那您 我覺得是非常豐富的一個分享 然後我就覺得 就表達非常清楚 就這樣發生 然後用意識的方向 那我們一下有的時間 就開放給大家提問 或者是有些回應 然後有些的步驟 那 因為 好 因為我們 就是有蠻多心的朋友 我想說我們 一開始 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說 講說你從哪裡來 那種的名字 就這樣就好 好 那 那定告的時間 他們的社會上嗎 就是 提問還是這樣就好 對 不好意思 這個 怕我忘了 我先講 謝謝殷尼 這個很豐富 因為信仰都很複雜 而且 問你很多 第一手資料 其實 我雖然說有20年沒做佛教 不過聽了還是 還是覺得變化很大 就蠻佩服你的 有些問題 就是說 因為你是就 佛教的現代 還要問佛教 就有點套套邏輯 因為這個 當代的中產經 Madison說是中產階級 那我們可以不認同 也許不是中產階級 就是台灣的一個民眾 民眾的宗教生活的 這些民眾全部到台面上來 過去被壓抑 現在浮出來 然後 他全面的 就包括佛教這些 一貫道理 那也是 民間信仰自己也在變化 還有維新聖教 還有各式各樣 就他們在不同印象 現在展現出 這種地方民眾 他們自己有經濟實力以後 過去跟他們很收斂 現在他看了出來 就這樣一個東西 對佛教來講 這樣的一個民間宗教的崛起 特別大的內在障礙 包括他的出家制度 包括他進土中的那些傳統的儀軌 還有包括精英主義 佛教非常精英主義的 那種佛陀那麼深的哲學 所以他那種很大的轉化 才能夠最後變成那種 挂羊口賣狗肉的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他實際上是民眾的那個東西 可是要跟佛教既有生團的那個轉型 相互藉口在一起 當然也有這些精英的帶領 但是就切割來看 佛教看佛教 那怎麼樣看都是 佛教很現代化 佛教很徒師 佛教等等 就是說這個很適合邏輯 有時候你可能要更廣的去看 那個民眾宗教 我不知道這樣講 有沒有 不然的話就 就 這經濟商就很 就比較龐雜 這我第一個感覺 第二個你說治理 佛教的治理是 佛教的國家那個權利 那這個治理是誰 是領導者嗎 是忠誠的幹部嗎 是地方民眾自己自發性的嗎 那這之間這個治理的agent 是誰來治理大家 然後互相有很多矛盾跟衝突 再講看起來好像是一致的 每一個中教團 你找出他在這個中教市場上 有利基點 然後去發展 那可是這個治理的概念 當用到這個 很 spontaneous的這種 社會運動的時候 有一點危險 要怎麼解釋 不像國家的權利 就是有一個隱形人在那邊 然後去 這個東西我覺得 就是有一點不好講 有點不好講 但我們也看到它的空間 它的動員 各方面都 每個團體好像內部有一種相當的一致性 那這個東西是誰來 不是已經當著一個人 然後他們背後的那個 訴求的民眾也不太一樣 每一個團體的階級結構都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那個 再來就是很有趣的 你講那個自我的記憶 那我最近開本書就是 知道快樂多明 就是西方人那種自我的記憶 是讓你適應於資本主義社會 去年一個很熟練的一個 隨時職業在轉換 都可以很熟練去適應在這種管理階層裡面 可是我去發現我們的實際也好 法國山也好 或者是佛光山也好 他們的那個自我的記憶 都是要忍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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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忍堅忍堅忍 就是跟那個很很很很 西方式那個自我記憶很不一樣 我們可能就 跟這一堂是叫你適應復全社會 怎麼樣的 然後要discipline 然後那個 就那個自我的記憶 本身內在的內容其實 這個早期資本主義後期資本主義 其實變化其實是相當大的 然後在我的社會脈絡裡面 它那個自我記憶 跟火控的那個 那個又有一點 它那個操作跟功能跟性質 對也許可以再討論 我大概想要這個期待 謝謝丁老師 你要想交回應嗎 我先給他 這樣謝謝丁老師 我覺得 呃 因為我 我覺得 一本論文真的沒有辦法處理完 就是我覺得我現在大概就是先做到這個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個題目真的是可以無窮再繼續做的 而且我現在因為這本目標 這本論文的目標是希望先把一個整體翻出來 但是我覺得其實在進入到個案的細節 就是如果用一個個案來談那個宗教治理 就是像剛剛丁老師講的那種 各種各種那種權力關係就會很浮現出來 就會很有趣 那誰來治理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是需要討論的 但是這三個團體當中他們大概都會有一個charisma 就是那個 然後他們會有一個生團組織 就是大概就是決定決定那個決策模式的那個 所以大概最主要的 我會覺得那個權力的來源在那裡 然後他們也會是影響整個組織走向的一個方向 然後還有核心性圖 對 大概是這樣 目前對 這是一個誰在治理的問題 我覺得是需要去思考的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治理又不是authority 就是說我要談自己就是說它就是一個不斷的變動 因為他們又會不斷的因為信徒的需求 或者信徒的回饋或信徒的意見又會不斷的轉益 所以還蠻好玩的 它就會是領導者跟個人之間不斷變動 那這個未來如果有機會去處理出來的話 我覺得會蠻精彩的 然後我覺得那個自我記憶那個堅忍 這件事情是有點麻煩的 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 其實佛教的信仰在社會變遷的那個脈絡上 我覺得有下降 就是下降蠻多的 對 就是去年那個台大晨熙社有做一個統計 佛教徒是下降 我覺得慈濟真的有點走向一些瓶頸 因為像我們現在這個世代的已經接觸婦女 他可能就不一定會想要 他會對佛教人有興趣 可是他就說我沒有辦法去做那樣的事件 所以我覺得這三個團體也要適度的去思考 那這裡面可能法谷山是最好 因為它是塑造了一個在職業婦女可以修行的模式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他們未盡的議題 還要持續去看 那佛荒山就是走出好玩的路 佛羅紀念館就可以去玩的 它就走成比較活化 然後跟民間信仰又結合 他最近我看到一個新的活動 他還收佛教棄子 對 就像這樣子 他就是一直用那種民俗活動來連結 對 那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那個社會的脈絡未來可以再加強是會更有趣的 謝謝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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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叫陳南華 然後是江大德 我時候 那麼兩個問題想要請教 就是因為您談到 就是人間佛教的這個佛教思想來源 您回溯到這個太虛跟應勝 會真的很重要的脈絡 但是因為太虛法師當時它重建 比如說漢藏教理院這塊 或者是他當時在南京就是有這個劉藏學法師 我意思說他其實對藏傳的這塊脈絡是變排斥的 但是因為應順法師或者是後來關於應順的學派的辯論裡面去談到 應順怎麼去看南傳跟藏傳 他到底是局內人還是局外人 這個部分好像一直還沒有一個很清楚的辯析 所以因為您今天的解釋當中是把這個藏傳的這塊是放在這個脈絡以外的 而是因為在臺灣的藏傳跟臺灣的民間信仰 起初是一個非常緊密的結合 比如說重慶寺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您對這一塊就是應順誰派的這個看法 包括視教會法師的一個理解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還是剛剛就是請教的這個engaged Buddhism 對 就是不管是左翼佛教的翻譯或人間或入世佛教 那就是比如說翻譯者劉宇光 他的背景跟香港的這個背景有關 然後包括陳宇宙老師就是作為內藍大學文化研究中心 他現在實際上成為一個福祉生團的僧人了 對 那就是你怎麼看待比如說像佛光山這樣的組織 在臺灣跟在東南亞是同一個組織 但是他有不同的面對社會的不同的表現 你怎麼看待就是他的海內 就在臺灣跟海外的這個對社會的回憶的狀況 約是蠻不一樣的 謝謝 非常謝謝提到這兩個 我覺得這兩個都蠻重要 但是這真的是我目前的限制 我還沒有做 那我覺得我沒有能力回答那個映順導師 在藏團這一塊的那個徵徵 因為我自己不是做佛學研究 所以這塊我真的要說我沒有能力回答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我現在目前說的是臺灣的一間佛教現象 它是臺灣佛教場域裡面很重要的一種現象 然後組織也最龐大 影響也最龐大 但是很有趣的是 剛剛談的臺灣的藏傳佛教現象 它其實又有另外一群人在信藏傳 然後它跟人間佛教是不同的一群人 那藏傳佛教跟因為他們的神 藏傳佛教可以有很多的神器 然後你也有很多的本尊 所以它跟民間信仰的那個確實是有重疊的 所以人間佛教的這些團體就會有一種聲音 就是說那我們是漢傳佛教 我們需不需要學藏傳佛教呢 這個在法谷 法谷有 法谷一直有這個聲音 然後在佛光山 在慈禁沒有 它就完全不處理 它就說我就是慈 但佛光山也是就是會有一些 他們如果有藏傳需求的人到底要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人間佛教團體的限制 因為有些人他們就會覺得我有沒有樣的需求 我也想學習那樣的法門 那我就沒辦法在你們這邊學習 那這一點聖言法師是做了很清楚的切割 他就說我聖言法師就是要做中華禪法谷中 他就是標榜在漢傳佛教的復興 他在跟達賴喇媽對話的那一場 就說他無能為力處理這個問題 雖然他覺得藏傳佛教應該也有很威力的修行和保護 但是法谷山至少是先不處理的 但是確實也是會有很多信徒 就沒有辦法進到法谷山 它不會極對 但這是人間佛教的限制 但是也未必不行 因為每個佛教團體有他自己的歸屬 那也會因此有其他團體會發展出來 譬如說像尼舟山可能就會有空間 因為他標榜他也有漢傳 然後或者是福祉 或者是其他的漢傳佛教 或是像最近海濤法師信徒就多了 因為他就是標榜他可以融合漢藏 他承繼了大寶法王的那個脈絨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佛光山在海外 我覺得這問題非常棒 然後這也是我的研究限制 我目前都還沒有研究在海外 但是佛光山如果 對 他們我們最近也是想開始做這種跨國宗教的研究 就是佛光山在台灣是這樣 但他在東南亞 可能就起來不同 像因為我有比較聽到的那個 是他在法蘭克福 對 他要對德國人的時候就會改變不同的方式 包括語言啊 包括什麼都要改 就要因應在地情境 會做不一樣的改變 但我覺得這是未來很值得的做 但我現在還沒做 不重要 因為佛光山 比如說在東南亞 他跟什麼 比如說樹木出家 就泰國僧團的時候出家 這些活動都非常 密切 對 所以這個是未來很值得做 就是他的海外傳播 跟他的在地的文化融合跟適應 或是他會怎樣轉型 對 就是我覺得這放在宗教與全傳化的脈絡 或是跨國中間的脈絡 就是未來都是這幾個環境 因為他們都有很強的跨國傳播能力 是很值得做 但我目前還沒有 謝謝你的問題 謝謝今天劉學長的發表 非常精彩 然後我是在政治大學宗教授 現在二年級的韓國生人 所以我已經來台灣 已經蠻久了 但是我想要今天了解 今天的主題的 人間佛教的變化 還去查留的部分 然後我想要問一個部分 因為我本身也是研究 這些韓國跟台灣的 近代的佛教的整個脈絡 然後其實今天這個內容裡面 有些發表的時候 也是談到一個日本的這些影響的部分 因為日本殖民台灣的時候 也是做很多不同的方法 現代化來可以這些推廣 也是他們日本化的這些佛教的方式 比如說一些布教的部分 還有教育的部分 還有這些生人的這些不同的典範 所以我發現韓國跟台灣 也是受到一樣的這種日式上的背景 因為日本殖民有韓國跟台灣 但是我很好奇 因為為什麼台灣後殖民之後的台灣佛教 為什麼這麼快速發展 這個人間佛教的這個movement 然後因為韓國的話 因為當時也是那個霍殖民時期的時候 韓國佛教面臨不同的這些的 這個宗教之前的 不同宗教之前的這個對立 因為比方說基督教 還有這個天主教 所以我個人理解是人間佛教的那個 它的成長的背後的一些一個含義 裡面一個傳統性跟這些的 這個現代性的一個 一種融合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個人理解 因為人間佛教的那個 太序大師的這個理念 也是從中國的一個本圖的這種的 人生佛教的理念 帶過來到台灣 然後他們重新建立一種 從中國的一些的 本圖化的這些太序的 他的精神跟台灣的這種現代化的 這個佛教的理念合在一起 所以 但是韓國的話 我覺得他們本身 韓國佛教傳統非常非常 歷史非常 我覺得很 一種長期的一個傳統的概念裡面 沒辦法建立這些的新的 這種現代化的這種 佛教的一個系統的部分 然後會面對這些的 基督教的這些的 他的成長力 所以沒辦法掌握到這些的 人間佛教的這種理想的這種概念 所以老師的 那個發表的想法是 如果因為我個人理解是 人間佛教一定有 受到這些的 日本的這些的 近代化的這些的部分 還有台灣佛教的一種 重新這種建立的 他們的一種 一種現代化的一種過程 然後那個過程裡面 他們還是要掌握 那個太序大師 就是他的傳統性的一個理念 來可以這些維持 這個中國本土的一個精神 跟台灣的現代的精神的部分 所以那個發表的意見是如何 這是我的問題 我非常感謝法師 我覺得法師把那個現代性 那個傳統性的那個 講得非常清楚 甚至比我剛才還要講清楚 我覺得對比韓國的話就 因為我之前沒有想說對比韓國 因為我比較有朋友做研究 但是對比韓國的話 其實人間佛教就會變得很清楚 對 那我覺得有兩個因素 可能是人間佛教之所以可以 就是在台灣這一塊土地上 可以發展起來的重要因素 一個是他們 一個是受惠於台灣的那個環境 社會環境就是說包括解言、民主化 然後經濟發展、中產崛起 然後中產崛起之後 因為經濟上就是OK 但是心靈上又覺得好像傷口少了一些什麼 但是當時人間佛教發展的背景 有一點是對民間信仰太過世俗化的一個反思 我覺得有 雖然現在是不一樣的 現在又回歸要好像民間信仰 又因為陣頭、藝術、文化的帶動 它又起來了 好像沒有那種太世俗化的問題 但是當時人間佛教會起來 其實也是台灣社會有一點點 有一區中產階級 還有他們對於民間信仰的反思 但是他們又需要找一些信仰模式 所以他們可以透過慈濟先捐錢 然後做點好事 因為金錢是足夠的 所以我覺得有這種很重要的社會脈 或是寺廟、蓋廟 像佛光山就是一直用蓋廟 然後用塑造、文化藝術 因為金錢是足夠的情況下 你可以去追求一些心理上的東西 那法國山更是 它在那個過程中 因為大家就是要產生找平靜 所以確實他們的發展起飛的地方 是因應台灣的那個社會變化的優勢 可以讓他們有這樣子的發展的這個土壤 所以可以把中國佛教的精神 太虛想了在中國佛教 但是那個時候動亂 然後又中西方的這個問題根本沒辦法 那台灣剛好在我們剛才談的那個脈絡 就想說台灣當時又很全球化 然後又開始open 對 所以它就有各種結構性的因緣 或者說要講的因緣 我們社會學講的結構性條件是這個 那另外還有這一些 這三個領導charisma 還有他們的這個 就是他們的組織核心的話 我覺得他們是很積極open的 要去跟基督宗教對話 然後所以其實像實際 實際像正言法師 就學了很多基督教的模式 他說天主教的那個會 休息會奉獻 那我們佛教好像沒有 但佛教本來就有造喬鋪路的那些傳統 但只是他沒有用這種現代性的 這種組織化的概念去做 所以他們就說要蓋學校、蓋醫院 其實佛光森也是 蓋學校、蓋醫院 這些都是跟西方基督宗教學習的 對 然後所以有些文章他們會把它評為這個是 佛教的基督教化 可是我會覺得這太過度 我自己會覺得太過度 不是說佛教要基督教化 而是佛教在面對 剛才老師講的 在面對現代性的過程當中 他在中國佛教的改革的脈絡之下 他想要怎麼樣改革 所以他會連結跟迎接 對 目前大概想到這兩點 然後第三點就是 所以我還要提出宗教治理 因為我覺得這三個團體 他們的宗教治理模式 事實上是有效肅清他們的組織的 首先他們有建構清楚的論述 其實你看像對比海盜法師他就出來 他的辦法那麼大 他可能可以引起一些信徒的興趣 但是他沒有辦法膨脹 所以那個論述的清楚還是有意義的 對 因為你看這三個團體的論述都非常清楚 然後他們實踐的方法也都很清楚 然後他的空間部署跟組織擴張也都非常清楚 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宗教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把這個模式做出來 對其他宗教去思考他們要如何發展自己 也是有幫助的 因為這三個模組就是 這個人間佛教跟台灣社會碰撞出來的這個模組 剛才我談的那三個模組 對 謝謝 謝謝 這有什麼想要提問嗎 我也是來自於那個政大佛教所 但是我是一年級還沒學習 跟各位學長還有教授 是他們學習 那我看到你們那個論述其實滿感動的 因為能夠結合我們這三個三大佛教團體 因為以前我也是吃雞人 對 對 所以我感受就很深刻 你說在場內裡面學習他整個系統的那個教育 跟跳出來看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真的是很有這樣子的感受啦 那我也覺得學習還滿多的 那我覺得有幾點就是說從裡面跳到外面來看 有些些感受可以讓就是給學長也是參考一下 就是你在空間的那個部分去談到 我覺得因為我以前在裡面 我知道他們很重視 我發現其實三大團體都滿重視禁教的 就是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可是在您的那個論文裡面 似乎沒有提到這個部分對不對 因為我以前為什麼會走到慈濟呢 也是其實受到他禁教很大的影響 就是我一進入他的空間 然後他們在那個樹 他們在那個台中的東大園區 那裡面有環保站嘛 還有很多的種很多的樹啊這些 然後一些空間 他們在每棵樹上面都會放一個禁絲魚 就一個小木板放一個禁絲魚 其實那時候是我人生的一個低潮 那進去其實只是想進去裡面走走 但是就一個這麼樣的一個禁絲魚 就去撞擊到我的內心 所以我是覺得說其實他那個禁絲 也有滿深刻的那個意涵在裡面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你可能可以談一下 可以談一下 還有就是說你說慈濟化 慈濟他是一個那個分散化的休息時間 這一塊我覺得你可能再要再思維 再修整一下 因為這個分散化你的定義是什麼 因為其實慈濟他在休息時間這一塊 他是有韓斯克的那個那個歷路基礎的 他是從法華經八正道裡面 應該有看到 從法華經八正道裡面去開展出來 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像那個慈濟魚上等 他在就是 畢竟是一個組織的領導者 其實他來自四面八方的意見 有很多可以做 可是為什麼他選擇這件事做 那件事不做 為什麼我們要走那個慈善 為什麼要走環保 為什麼要走醫療 其實他有他的背後的利潤存在 那這一塊我不認為他是一個那個 分散式的實踐 對這一塊你可能要去找出他們背後 就是這個組織裡面 他的空間這樣建構 然後他的那個修行這樣子的實踐 他背後是有很強的理論基礎 而且有經路作為基礎 我相信在法古山 法古山他背後也是有很強的理論基礎的 對 那這一塊你可能在論文上面 你有提到可以參考一下 那關於就是說 在最後我也建議就是說 您在後面整個分析都還蠻 我覺得給大家蠻多的就是一個很全面 繁華的那個方向 但是結入可能可以再去做一個反思 所以我剛剛談到很多的 很多反思的問題 就是說不管說那個好像三個團體 都是不斷的在講忍耐忍耐 其實這是來自於那個佛教裡面 六度的忍入 但是忍入真的是忍耐嗎 這個是確實是可以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因為畢竟在古文裡面 他沒有特別去解釋嘛 不管你從泛文或者是那個 就是中國古文來看 他都是忍入 都是六度裡面 故事殘定這些 一直的裡面就一個忍入 那忍入真的等於忍耐嗎 其實也是確實是我們 整個不管是教界 還是說整個信徒來反思的一個 一個教理的方向 那我就這個 如果你做了一個這樣的反思 讓我們更加的豐富跟完整 那這是我的建議 感恩謝謝 謝謝 好棒 非常謝謝法師 我覺得這三點都非常的棒 空間那個禁教方面 我真的覺得確實是耶 對然後不只慈濟啊 對然後那個佛光現在也很多啊 他在那個道場裡面 都會貼佛光菜根塔 然後真的就是一邊 而且他們要朝聖嘛 朝聖的過程當中就是 有時候他們也信徒會分享說那個真的有撞擊到他 所以那個禁教真的 我覺得那個是在空間上 對我目前都沒有談 但是那個真的可以加進去就會覺得很活化 謝謝 然後分散化修行時間 我真的覺得分散化確實真的可以在思考一下 我自己也會在想像 然後真的 就是非常感謝提醒有他的教理根據 對如果把它整合出來的話 應該會有不一樣的概念提出 我覺得這我可以再細想一下 然後反思部分 對我覺得這個從社會學的研究 然後又有佛學跟社會接軌的研究 可以反思的東西真的還很多 對然後我覺得剛才那個忍耐跟這個忍入 這個也真的值得思考 對應該怎麼說 我覺得有一個難處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剛才沒講到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三個人間佛教 就是人間佛教在台灣 已經開展出一個很多樣化的 是不是很專業的 我們可以看到三個團體裡面是很專業的 在實行那個人間佛教的 他的一個意義的方向已經開展得很好 可是目前大家都確實看到這三個 三個團體的一個停滯 就是他的一個未來危機感 對所以我覺得在反思這一個部分 就是他要怎麼做 這一塊可以好好地去思考 那也可以提供給教杰一個建議 是 非常感恩 就是我這樣聽懂意思 就是對這個真的滿需要的 因為其實從社會學 可以去帶動思考滿多的 對然後尤其是針對他們現在發展的脾氣 對因為其實像實際的環境 環境也有他們會認為他們做得很好 可是像我們之前看他們內谷園區的那個事件 就跟公民社會的環保的關懷 就有起了很大的衝突 那他們好像沒有辦法完全地理解 然後他們會好像又重新地把詞記說一次 那社會就會覺得各說各話 就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覺得人間佛教打下了這麼多的基礎 對那如果因為台灣的社會變遷 因為他們當時是順著台灣社會變遷 所以一直成長一直成長 然後一直對話 所以可以走到這麼龐大的組織 那如果因為現在到達這樣子一個組織發展的一個高度 然後就變得好像要鞏固 而不再去突破的話 會對他們未來會有限制 所以那我確實覺得 這是社會學研究很可以提出的反思 對我會再加強努力 謝謝 謝謝 我是跟兩位一樣的 我也是整理大學 但我是博士班 還是佛力的 就是誤解的方式 全員大器 對剛剛兩位的那個 對佛光上在海外發展的這個討論方面 可以推薦你們一本書 這是我跟學長他剛剛出版的 都是在 就是以英文為主 他不會講那個中文 他是講那個 Mapping Modern Mahayana 就是這樣大聲佛教 主要都是探討南非 希萊斯跟佛光在東南洋的發展 那他 等一下可以跟各位看看這本書 我覺得是蠻值得去看 因為的確就是在套論剛剛你的問題 就是佛光是怎麼樣去 去到其他的社會去本土化 怎麼樣跟這些社會接吻 好 那對剛剛這個 這個解放我覺得很精彩 所以大家都是很有同意的 那我會有一個好奇的點 就是您說這個 人間佛教你怎麼樣去定義 因為人間我們知道 當然這個是從太虛 從導應說 然後到這三個團體 他們都有這個不同的一個 要求的理解 但是非人間佛教團體 非人間佛教團體 非人間佛教團體 跟人間佛教團體 到底不同在哪裡 因為他們都是講以仁為本 都是要入師 然後才可以出師 那是實際講的嘛 但是 除了這些團體以外的 佛教團體 他們不是一樣就是以仁為本嗎 就是 舉個例子來說沒嗎 就是這個 這個金融學會 他們雖然不是管那個 簡經佛的這個名牌來弘法嘛 但是他們同樣都會跟 實際跟那個 佛光上法律上一樣 去教育自己的這些信徒 去實踐他們的佛法 然後把這個佛法 帶到社會裡頭去弘法 但是他們的房子當然是不同的 但是就是因為他們不會 像佛光上法律上 實際那麼大 就沒有華語權嗎 去說我們是人間佛教 因為一旦你發展到 這麼大的一個規模的時候 你就是有華語權 你這個可以說到 我是人間佛教 其他的可能就是不是啦 嗯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關係 OK 我可以 等一下 好啊 因為我剛剛結封 談到這個人間佛教的定義對不對 我發現其實 韓國 剛剛我提到韓國的佛教的部分 對不對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很驚訝 因為韓國佛教 也是屬於大聖佛教的這個影響力 影響圈的那個 也是受到中國的佛教禪宗啊 這些的佛教的影響 所以韓國佛教其實很多 思念的這些稱呼一個居士的部分 我們可以說 哦這位菩薩 這是同一性的 不管哪一個宗派 都是生人稱呼居士的時候 我們用菩薩的方式來可以稱呼 所以我發現太序大師 人可以直接成佛 但是裡面有沒有那麼強烈的 這個菩薩的這個部分 我也有剛剛那一句話裡面 所以而且 中國的有些 談到這些肉身佛啊 還有這些的 這些概念 我覺得人直接成佛的 這個脈絡裡面 看到人間佛教 跟人跟佛 所以也是真的平等的 這些的一種平等的立場 韓國佛教比較也是重視這個 菩薩的這個部分 因為雖然很大的以前的 韓國的什麼元宵大師 他也是成為也是開幕的一個 非常高高高高的 這種高地位的這個僧人 但是他也是得到 什麼八地菩薩的這種地位 類似的這種批率啊 所以我個人覺得 台灣的韓國這些的 現代化的佛教裡面 他們以人間佛教也是強調 這個人跟佛教的 佛頭的這個兩個的概念 然後這些聰明這個居師的部分 也是沒有這個菩薩 他們是大德或者是什麼居師 因為我發現 法洛福山的時候 他們也是聰明是菩薩的 那他們圍著的 他們教是菩薩的 所以這個部分有沒有跟人間佛教的 那個台灣人間佛教的 他的定義跟有什麼關係 對 這是我的好奇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 有一個區別的地步 韓國佛教也是現代化 但是他們也是重置這個 菩薩的這個部分 對 好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那個 我先回答捷風的 對 那感謝你介紹那個書 那我覺得那個是 那你第二個問題 我被法師的問題 就是非人間佛教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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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佛教的題目 對 非人間佛教 這個是我認為我真的是 我最近其實我在中學院社會所博士後的去年 都在處理問題 就是很麻煩 我的博士認為我還沒有處理 但是我後來就是一直在想 我覺得我想要畫一個 可能需要用一個表格啦 因為它那個有點繁複 然後可能需要用一些佛 要用一些教別 譬如說禪宗 因為人間佛教 現在我們是用這三個來比對不對 那你可能要用一些派別 就是用跟禪宗或是禁途法門 然後或是這樣 就是要用一些 非人間佛教我們先談漢傳佛教 可以嗎?就是我們是接受這樣子嗎? 就是漢傳佛教的其他的團體 可能要用一個表格來做類比啦 那有些會相同有些會不相同 對 那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就是 這三個佛教團體 他們真的就取得論述權嘛 所以我才對不起 我就一直說我要用表Metality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運用這樣的模式 取得了他們的組織的龐大力 也取得了他們的話語權 對 那其他 其實有那個信廣法菜是什麼 或是招會法師 其實他們也有在做人間佛教的實踐 那我現在就沒有把他們放進來 那當然他們也是人間佛教啊 對 那只是就沒有放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未來 如果要去做佛教場域的漢傳佛教的 在台灣的那個佛教場域的那個類別的話 是應該要再做更多元的比較 對 但目前想到這樣 對 那回到法師的也是接續這個脈 對菩薩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如果也是可以 我現在目前也沒有專 譬如說慈濟的菩薩概念就很強 對 然後法古山我是 對 就是聽他們一直叫我菩薩 就是我們就尊成人家叫我菩薩 可是他們很少講怎麼修菩薩 對 沒有欸 其實是沒有 那佛光山真的有跳過 他們就說就是人跟佛之間的關係 對 可是其實菩薩這個概念其實是很可以再被 用文化的脈絡下去去探討 然後對比韓國 對 我覺得對 這個非常感謝 因為對比韓國真的很多事情 很多要談人間佛教 台灣人間佛教就滿清楚的 對 謝謝 所以是 很多事都會這樣 很多事也好 老師問你們困惑 我不知道能不能稱之為問題 就是因為就是所謂的人間佛教看起來是 對普世呈現一個開放性 但是 但是這些組織他們呈現的 封閉狀態 封閉性是必然的嗎? 我這個酷不破 謝謝 封閉心是必然的嗎? 我覺得有耶 因為他們要塑造認同 對 因為他們要塑造認同 才能夠擴大組織 所以他們 對 我覺得這個是他們在 所以像這個問題慈濟最明顯 慈濟現在超明顯 因為現在慈濟人跟非慈濟人已經有 蛤?你看法古人跟非法古人 大家覺得不會怎麼樣 法古山的人 就是你說他們是法古人 我們社會輿論不會形成一種 有一點點小衝突 所以有一點點小情緒跑起來 可是現在慈濟人跟台灣社會的其他非慈濟人 已經形成有一點點有一點點的那種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真的 組織過大之後 真的慈濟人要思考 我常常都想 對 我常常在寫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他們必須要鬆動一些組織的界線 對 真的 對 在他們的組織策略上 也需要做一些調整 對 像包括他們救災的時候 他們救災的時候 就是常常你會覺得在那個災難現場 慈濟人多於受災者 對 然後他們就會馬上就會拍照上傳 所以像這種東西都可能 要在他們的組織策略上要定 他們過去是用這種方式 讓更多人說 我願意加入慈濟 但因為現在慈濟已經太大了 然後以及他們在做救災的過程 實踐上都會讓大家 對慈濟會有一些些不舒服的感覺的時候 就可能需要收締 所以這個是封閉性的那個必然帶來的問題 好 再說例子那個 麻煩 謝謝那個 您的報告 資料非常豐富 然後我還第一次這麼宣 對台灣人的朋友這麼全面的一個理解 那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其實還滿接續這個 他們三位在文教研究的 很多人是文教的關 因為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你已經有定義說 那個這邊的 他在台灣的人間文教的發展 一個是相對於鬼教 對 對 對 另外一個是相對於那個神教 就好像把那個 你有稍微去 就是你的實在上面有去定義那個東西 然後我覺得我好像也可以同意的 就是 對 人間佛教他在開始的時候 那的確就是 就你說先說什麼不是吧 那不過這揭訊他們的問題 就有話就變成說 那到底在台灣的佛教 有沒有不是人間佛教的 有 你們可以給我們幾個例子嗎 好 對 我的歸類當中不是人間佛教 譬如說林揪三雖然他的師父是那個 信道 信道法師他雖然是星雲的例子 然後離開佛光山去創辦 去創辦 去創辦研究山 但我就不會 就是雖然我們可以說他是 星雲法師的脈絡 所以然後他守的也是很生活慘 然後也做很多世界接軌的事情 也做博物館 世界中央博物館等等的 然後他也嘗試要關心環境 但是三號我就覺得很難 真的把他真的跟人間佛教一致性 疊接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我常常在想牛仔麵 另外一個是中台產師 他的道場也很多 他的空間附屬跟這三回團體一模一樣 甚至比他們更多 但是我也不會覺得他是 我也不想法 我也不會把他界定成人間佛教 我覺得跟一個東西有關就是 千佛山 千佛山 我目前有兩個界定 對 我目前有兩個界定方式 一個是我先找他們 有沒有太虛跟應順的傳承 我覺得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先飆下來 對 然後這個先飆下來 沒有傳承的 我們就說他是其他的傳統 所以我就先沒有飆 所以我還是覺得這個是中國漢傳佛教的創新跟變革 我先成績這個傳統來談 對 先牽從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像 為什麼我說靈歐山是一個 在這個還要再談的原因是 因為他也有這個傳統 但為什麼我還是不是把他的原因是 我也還在想 但是就是他會比較 像他的禪修跟聖言法治就是截然不同 他就會比較標榜你的禪修要 很難界定 我還在想 其實這個問題我也還在想 但是用中台就很清楚 因為中台他的禪修要有明星見性 他會一直標榜你要去追求那個了生物死 這個東西我就會覺得他不是人間服藥 雖然他也說要生活落實啊 怎樣的 但是你看像法古山 他絕對不會一來就跟你說 我們要明星見性 沒有 他就說我們要心靈環保 我們要怎樣 所以他還是有一個 我覺得這個好了 人間淨土觀 我目前真覺得有一個人間淨土觀是重要的 就是要建設這個淨土 建設人間成為這個淨土 不知道這樣我可能還沒有回答好 但是這個是我也是一直在想的 非常謝謝 那我覺得接下來是可以再繼續看一下說 比如說非人間 到底這是做人間學到最簡單 看來都是去問財產 然後再看一下對方不同意 這是人間比較有觀念的人 會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那我的第二個問題 我自己是做紀錄中教研究 所以我就從紀錄中教來問答 來問這個問題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剛才包括電老師 還有我們提到的那些Ritual Mason 他們都會講到說 這個台灣人跟國教的招藏 就是跟整個民主化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又跟我們這個 這個台灣社會的經濟發展 就是整個線條有很大的關係 那當然我最近在看一些那個基督教 在其他地方的發展 尤其是在90年代以後 我們發現在全球南方的發展 就是有沒有看到這個在非洲 然後或者是在亞洲 一些地方基督教的發展 那大部分會說 這個可能跟這個人工基督教有什麼關係 那我想要提的是說 人類學家在看到這種現象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有一個連結就是 為什麼這種靈文基督教 或者是城隍水學在這些地方 會有很大的影響力 大概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他們被帶進的那樣的一個全球化的體系 不管是政治動大嗎 或者是經濟動大嗎 被帶到了這樣一個 全球化的經濟體系底下 產生的某種焦慮 或者那種無法掌握對未來的不確定的 就各種其實很多的時候 是通過就是一種教育所造成的 然後帶動這樣的一個發展 那可是好像這個部分 在你們剛剛認識那個人間佛教的發展裡面 是沒有的 就是感覺我們好像聽起來 人間佛教就十分的正面 就是一群對著對這個台灣民主化 或一群對台灣經濟發展 有了非常前進的熱情 然後有一種很強大的信念的這種快樂人 就是中產階級 就是會來用大希望的人 然後那麼就加入了人間佛教 這跟我想像中的這種 基督教在其他地方的發展 然後是兩種完全的結論 各種討論的現象 那我很懷疑 要不要再講 謝謝 其實我也很懷疑 我沒有很同意 Riton Nelson的論述 我還沒有去處理 但事實上可是我在結論的地方有談一下 這裡 其實他們並不是很happy的來的 就是他們也不是說 我是為了要成佛、成菩薩來的 其實每一個人能夠會來到這個地方 都有個就是你在 我們在訪問 就是在認識信徒跟他談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現在目前這個版本 還沒有去把信徒的那個story放進去 但是其實他們的信徒都會談非常多 要不然就是他們可能是工作上的教育 然後人際很多是 像他們如果是婦女的話 很多是家庭問題 那也有人是身體、心理 還有或是生死問題 親人的生死 就他們其實都是各種苦來的 就是所以這些團體只是觸發 他們對於苦的理解 然後我覺得 但是他們相對於去其他宗教團體的 有一個很大的特質理性化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有 就是說他們想要用比較理性化的方式去解決 他們比較沒有 這樣說也不能說其他非理性化 但是他們這個像像你想要用殘袖去解決 跟你想要像有些新興佛教好了啦 就是說比較是去相信神機或是Kris 那個譬如說像 應該舉哪個團體的例子 應該 像無盛宴 對對對 像無盛宴 對 感謝你老師救了 對 像無盛宴 對 那就比較非理性化的處理 雖然也是修行啦 他們也會有一套修的方式 可是那個修的內容就不像理性化 雖然他們這三個團體有Karisma的作用在 但是他們的理性化還是相對於無盛宴 那種Karisma是不同的 對 他們有塑造神機 超驗的那些 聖言法師就說 我就只是一個毀善跟學者 對 就是相對來說那個理性化程度我覺得是有差 但是並不是表示沒有苦 只是說他們選擇用什麼樣 比較理性化的宗教形式去處理它 對 目前想到這樣 下午三點三十三點 謝謝 我是社會人士 我憲章 我是做宗教的很有興趣 只是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就是我最近看的那個白沙桶馬祖 跟那個什麼大甲正南宮 我笑得很煌煌的參與 所以我就聯想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從這個藻菊的活調概念 就是它是一個出世的這種的淨土觀念 然後到現在變成人間淨土 就是把那個以前的 就打到現在 你只要做好的話 你就跟在 跟什麼這個 極樂世界一樣 過那日子 這不是說 是不是那個 因為這個 這個環境的影響 造成一些人對這個 覺得很新鮮感 然後大家都參與 等到這個新鮮感一退的話 就開始下降了 然後 你看現在明天信仰 他又又升起來了 然後大家又追醒過來 是不是跟這個有關係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剛才我舉手就是 因為我請太快了 抱歉 那個教授有講說 那個隨機人為什麼會跟社會上面人情有脫離的關係 我個人的看法是 他們都穿制服 而且都是一堆人 他們做的話都做在一起 而且都是穿制服 你看有的穿長寶的聽說要一百萬年 穿那個一般的花 所以我記得 這個等於是說 這個在活跳的話是禁止這樣子 活跳的話是不能有分裂的 那你明明這不就是分裂嗎 所以這是我個人的觀念 抱歉 白山的花組我覺得這件事真的非常 我這幾天也都在看 因為我覺得這個事情要對比人間佛教 因為它真的是整個力量的 而且都是青少年 那個鎮頭啊 然後那個歌舞 那個還有那個啦啦隊啊 然後還有各式看花車的遊行 我還看Hello Kitty花車 反正什麼都有啦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是對人間佛教 就是人間佛教要稍微思考 因為他們青年的人口完全是偶像 然後另外時期那個 我還是覺得那種港元Mentality 他就用港元Mentality的方式 那只是我沒有寫得很清楚 但是他是主持策略上的港元Mentality 所以讓他主持可以過壓 但是會有剛才講的限制 好那對不起 因為我們的實現實 我是正能夠的秘書 補充一下 我剛剛從牌上補充 我是正能夠的秘書 補充一下阿伯說的 我們齁 我們這麼多年來施 那個大腦正能夠從現在落實這麼多年 其實我們要落實一件事 其實也是落實人間佛教的概念 那我要補充一下 其實媽祖廟也是禮祭正宗傳承下來的 很多學者可能不知道 你去北港廠天宮看 他開宗師父是禮祭正宗 大腳正能夠也是禮祭正宗 我們也在奉行人間佛教的觀念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少年人家 因為我們一些也是落實 你要讓 就像剛剛老師所說的 媽祖是台灣民間信仰的祭食 你要先把這祭食建構起來之後 就像愛因斯坦所說的 科學的鏡頭是神學 神學的鏡頭是佛學 你要先讓孩子們先走到神學的時候 才能不能進行到佛學 所以你大概會有看到很多這些 你要把它接地氣嘛 你讓很多人家知道說 哦 原來信仰是這麼回事 你慢慢他才會提升成怒 我剛開始也是這樣子 我從13年前進這兩個工作秘書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子啊 我就說 喔 這老的咧 很多愛國人來參加大家媽祖的活動的時候 他剛開始也覺得 很讓大家很有趣啊 後來 吸引了他們之後 進而他們從基督徒變成是媽祖信徒 這你們可能都不知道 他們 那個傳承世代 好像都是基督徒 第一年來是他們來看樂鬧的 第二年他們就有興趣 啊這個在幹嘛 在幹嘛 幹什麼 第三年你發現他十字架不見了 第四年他跟你趴了 那就有趴了 然後接下來他就開始報名 三十六十四對或是兩三對 所以信仰是要這樣循序漸進的 你看那小孩這老的咧 你可能第一年看的時候 他真的確實來抽得好 或是他確實來吃吃喝喝的 真的是有 這個是我不可否認 但是他也是隨時會成長嘛 一年第一年答案 會越來越多人來走的原因是 你要從這種方面落實 讓他一層一層的時候 他才進而提升起來 從神學他進而開始接觸神學的時候 再接觸佛學 一定是這樣的 Marco Bo也是這樣啊 也是從神學開始變得佛學啦 對啊 我普通那種 那我們這世界已經知道了 那我們就是很高興今天 能夠有很丟致的對話 我們都會有最能夠的朋友啊 有正當中教所的朋友這樣子 不過雖然時間已經到 我還想回應一個問題 就是我關於人間佛教的那個定義啊 就是因為我在想說 假如說是一個社會學的研究嘛 因為剛剛有這個問題 我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你就會試著從 不論是教義或是歷史重演嘛 其實韋伯的類型學知識就很清楚 因為他類型學的概念 都可以容納教義 可是跟社會類型 他也不一定是需要 exactly 如何 而是一個類型 他只要跟別的類型的區別夠清楚 他就可以出來 所以其實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延續你的主要的方法 跟你不論是一個社會學的 所以不會騙到其他的概念 我想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那我們最後一請 謝謝 阿姨您